4月 当课堂在下午2点45分结束时 大学新生柳一涵 比任何人都快离开了教室 好像再怕不是第一个盘 他不认识任何人 所以没有人叫住他 他赶快走着 离开广场到了山上 这时 他初次发现 有什么不对劲 没有人 有很多课堂 在下午2点45分结束 当然 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柳一涵那样 在结束后尽快回家 但在路上 甚至广场上一个人都没有 就太奇怪了 今天不是学校的节日 喂食魔 是我不知道的学校活动 如果是真的 那么就能解释了 柳一涵在入学后 就离开了所有群组 不是被踢出群组 就是他自己离开了 不论有没有人 由于某种原因 而变得悲伤的柳一涵 也要继续走下山坡 他要坐穿梭巴士 但记错了班次吗 完全没有车经过 难道大学 在进行什么演练 还是学校规模的捉迷藏 他想到了各种事情 但他也不在意 这是个20年来 没有握过女孩子的手的家伙 所以他对校园内 完全没有人 也不太在意 然而 当他离开正门时 这种想法完全消失了 喂食魔 没有人 喂食魔 没有人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出于恐慌状态的柳一涵 在各处跑来跑去 重负像白痴一样的话 没有 哪里都没有 这已经不是他们都去野餐了吧 那样的愚蠢想法 可以解释的了 现实让他无法逃避 没有 到处都没有人 他透过餐厅的窗户 看向里面 桌子上的食物 仍然冒着热气 椅子稍微拉向后 仿佛刚才有人 坐在上面 而且 无论是筷子还是勺子 他们都跌到桌子上 仿佛是有人 在吃饭的时候消失了 其他餐馆和商店也一样 不止这样 还有些汽车被废弃在路中间 道路上的汽车全部相撞 好像司机在驾驶时消失了般 有些发生了火灾 还有一些泄漏了油 快要爆炸盘 他X的 柳一涵完全无法掌握情况 但他明白 处境很危险 他跑到满头大汗离开汽车 和他想象的一样 碰 爆炸的声音传到他的耳中 那边的热风吹了过来 他更加把劲从这个地方逃跑 好像被热风吹动着一样 他不由地流下泪来 当他逃脱灾难时 他到达了公交站 先回家吧 之后吃一点妈妈给我做的食物 然后洗个澡 睡个好觉 就会好一点了 他从灾难中逃脱后 这些愚蠢的想法 再次开始侵入他的脑海 然而 这一次 他很快就从幻想中醒觉来了 因为不管他等多久 公交都不会来 我乐得去 他X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柳一涵自问心理质素很强 他小学中学高中时代 都是孤独的 但这不要紧 他仍然能进了一所排名顶尖的著名大学 他相信 未来也能做得很好 听说人这个字 两撇互相挨着 是代表两个人可以互相扶持 但他不需要这种东西 他相信自己可以独立完成所有事情 就像数字一一样 只靠自己就能站直 所以他喜欢自己的名字 柳一涵 但是 即便如此 也不应是这样 我是否独自来到异世界了 或者是 他的情况荒谬到 让他脱口 出了一些傻话 当然 没有任何改变 公交莫来 而且他刚刚跑得这么辛苦 他的腿开始疼痛 他很难过 当他注意到时 眼泪已滴落在地上 我都已经是个大学生了 为师摸我还会哭呢 啊 我X 以前我什么时候会哭呢 对了 我在小学时被孤立了 所以很难过 而现在我是被整个中路区欺负了 他知道 无论他怎么哭 情况都不会改变 因此 柳一涵赶紧振作自己 很累 很热 首先 他想回家 走吧 尽管柳一涵知道他喊破喉咙 都默认会回应他 但他仍然大声叫喊着 然后 他沮丧地开始了 一个半小时的回家旅程 他回到家中 但正如所料 他的母亲不在那里 为了等待他的父亲回来 他看了一下时钟 但包括电话或者电脑 所有时钟都停止了 当然 不管他如何等待 他的父亲都没有回家 而且 已经过了几个小时 但窗外的天空 还是这么明亮 他打开电视 但只有一个空白的屏幕 收音机是一样的 无论他如何等待 网络上的资讯 都没有更新 他感到地球上的人类 真的消失了 就留下了柳一涵 一个人在这停滞了的世界 水仍能流出 所以他洗了澡 煤气还能开洞 所以他煮了拉面吃 呼 这很美味 但这让他更沮丧 他一边哭 一边吃 当他吃饱时 他变得昏昏欲睡 无论是否有人 或者夜晚会否到来 他也要睡觉的 如果我睡醒时 事情会改变 抱着这种天真的想法 他正要躺在床时 一个美丽的女人 背上白色羽毛的翅膀 出现在他面前 哇 还有人 初次印象是一个非常粗鲁的女人 你 你是谁 坚持裸体睡觉的柳一涵 拉起毛毯 那女人看到这场景 一刹那呆了一下 然后他匆匆地固定了他的表情 呃 你可以像你看到的一样称呼 私人物业的入侵者 我是主神的使者 天使 他看着柳一涵 强烈地吐出每一个字 强调 他是一个天使 柳一涵也知道 他出现在房间里 并不正常 但他自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没有对他的话感到震惊 毕竟今天的事情 更令人震惊 然而 他还是 把现实看得太轻 天使的下一句话 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我没有时间 我会 直接指出问题的关键 你被人类遗留了 被遗留了 柳一涵的表情变得很怪异 被遗留 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小学的野餐 中学的露营 高中的旅行 甚至在大学 主神已经遇见地球上会发生大灾变 为此做准备 主神把全人类送往无数其他的一世界 但在这个过程中 你一个人 因为某种原因被遗漏了 原来他是被整个人类的规模遗留了 他的意识变得遥远 柳一涵设法抓住他一时 向天使问了他不理解的事 什么是大灾变 这意味着地球的经验值已经饱和 正在升级到更高的水平 他想 就像反驳他父亲 拉他到足球场班反驳天使 但他忍了下来 继续问道 升级了 会发生了什么事 更高的能量系统会在地球上开放 这就是所谓的魔力 此外 阿卡西记录将会与地球接触 人类将会有权查看其中的一些记录 这就是所谓的状态 Status 这真是个容易理解的解释 我是很有能力的 当天使听到柳一涵的赞美时 他很自豪 听起了胸膛 有见及此的柳一涵继续问道 但是 为视魔人类需要去一世间 在幻想小说中 他们那时自然会觉醒能力 魔力向地球开放 这也意味着动物会演变成怪物 到时人类将不得不面对他们 当他听到魔力这个词时 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些事情 动物的适应速度比人类更快 所以如果不管人类 那魔就会存在着大灾变之后灭绝的风险 已经有超过数十个人类灭绝的世界 所以主神认为地球上的人类 需要在更安全的环境中适应魔力 所以 这意味着被送往一世界的人类 可以适应魔力 当然 作为培训他们的回报 其他的工作人员将会获得一定的状态值 也许有人不能适应 但我们不能照顾所有人 这是当然的 就算是柳一涵也认为 他们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 他还有一个问题 这些怪物 我们不能用手枪杀死他们吗 或者大炮 核弹也不能把更高能量系统的怪物杀死 那魔真的需要升级人类 当然 这就是卫石魔 主神是仁慈和爱的 天使屋里的 再次傲慢地挺起胸膛 这时 柳一涵以最可悲的表情问他 我呢 天使忽然安静了 那我呢 当柳一涵追问时 他稍微转头 回避柳一涵 用较小的声音回答 我认为这有错误 请修复他 召唤已经完结了 所以 你不能去异世界 不能继续 不能 那个是什么狗屎主神 当柳一涵爆发时 理解他情绪的天使安抚地说 但会有补偿 我不需要他 也送我到异世界 当整个人类 被送到异世界的那一刻 地球的时间会被停止 所以 在人类返回 并且时间 在地球上再次流动之前 你不会受到时间的影响 换言之 你不会老化 实际上 对于被召唤到异世界的人来说 这也是一样的 送我到异世界 混蛋 此外 当大灾便发生时 主神已经承诺了 会向你的状态加成 太好了 不是吗 柳一涵听到了状态加成这补偿 而停止发脾气 抬头看着天使说话 魔力呢 我也需要练习 除非发生大灾便 否则这是不可能的 不 那魔把我送到异世界 现在 这是不可能的 随着柳一涵 再次在他面前发脾气 天使坚决地摇了摇头 这好像真的不可能 即使是主神 主神已经将适应期 设定为十年 所以 请为那段时间努力吧 我会提供食物给你 你说时间停了 但我还会饿 细胞没有停顿 仍然会活跃 你可以认为 它们只是不会老化 这根本不是时间停止吧 你不能使用魔力 但你不认为 至少可以锻炼 一下身体吗 觉得幸运吧 虽然其他人类 有机会练习魔力 但是它们 回到地球时 会重制回原来的身体 它这就算安抚我吗 柳一涵叹了口气 瞪着天使 它变成这样的 全部都是它们的错 但它高傲地说 它们是多谋仁慈 如果状态奖励 是没有价值的话 我到时肯定会暴走 唉 十年 最后柳一涵面对现实了 十年 我能忍受那么长时间吗 他以他天生积极的态度 说服了自己 向他面前的天使 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魏师魔 我是唯一一个被遗漏的人 魏师魔只有我 在写发送给异世界的名单时 主神没有找到你 直到现在 他说 这是一种非常非凡的隐藏技术 所以 柳一涵的地球生活开始了 睡够后 他醒来来到厨房 看到天使准备的料理 感觉是早餐 正在热腾腾放在桌子上 天使不在那里 但他不感到惊讶 因为他说过 见到他 本身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未来也不会经常看到他吧 很好吃 现在他变得孤独了 他会被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东西触动 而且他说 美味并不是空话 虽然很抱歉 但这肯定比他母亲的食物更美味 这顿饭营养均衡 同时美味 所以是一顿完美的早餐 如果他能工作挣钱 那么他就是头号妻子的后补了 谁会和天使结婚 应该会是其他天使吧 当想着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 正准备洗碗的时候 碗碟突然就消失了 洗碗似乎也是一种服务 柳依涵一边想着 这好像被天使训养一样 一边整理好衣服 当他准备穿袜子上大学的时候 他想起那里什么也没有 然后停下来 好吧 现在做什么呢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天使不是说要锻炼他的身体吗 虽然细胞不会老化 但他们仍然活跃 所以如果他经过锻炼 结果会反映在他的身体上 老实的说 他不喜欢活动 他没有运动能力 对于与运动有关的事情 他没有美好的回忆 在中学运动会接力赛中 接力棒从他手中飞托 接力棒最终碰到了体育老师的假发 而不是下一名跑手 还有一个这样的美好 美好的回忆 但是 以此为借口 像小孩子一样避免锻炼 结果会很严重 十年内不会出现怪物吧 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练习魔力 所以我需要尽我所能 来提高我的力量 去健身房 柳依涵决定后 站起来叹了口气 他决定锻炼他的身体 因此 现在是研究如何有效锻炼的时候了 在投入了半天的时间 来研究如何锻炼肌肉后 他吃完了桌上的午餐 通过感觉 这个地区的健身房 就像平时那样开放着 许多锻炼机器 欢迎着柳依涵 呼 现在稍微 只有稍微活动念头的柳依涵叹了口气 走进了自行车 这能消耗他的体内脂肪 这是柳依涵身体改造的开始 柳依涵没有抱怨 一直去健身房 去了三年 你真的是现代人吗 你怎么能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三年 这时候天使出现 并向他问道 但是我需要这样做啊 虽然这样 这就是 我为什么这样做了 这和在高中学习三年 没有太大区别 天使看着柳依涵 仿佛看着一只怪物 正如天使所说 他并没有年龄增长 但柳依涵的身体 在消耗足够的营养和锻炼很多之后 发展到了像电视上 出现的健康教练的地步 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他根本没有学习 整天都在锻炼 你不是一个正常人 虽然在我知道你有连主神 都能避过的隐藏技能时 就明白了 不要说成是我的错 之后 他还去了健身房两年 天使答应他的那段时间是十年 所以他现在还剩五年 此时 他厌倦了每天去健身房 我必须学习一些格斗术和武器术 虽然没有人叫你 虽然他说过 未来不会经常见面 但他很平凡地过来了 或许他已经习惯了柳依涵 所以不再和他礼貌了 如果不考虑 他背上羽毛翅膀 那魔他 只是一个漂亮的大姐姐 所以他对他的态度 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我不知道卫视魔 但是互联网和电力 仍然在运转 所以我会通过在网上 查看一些视频来自学 妈 毕竟时间停止了 你还要继续用那个借口吗 没错 柳依涵不再盯着天使 叹了一口气 如果你推荐一个的话 那会推荐什么 VLTUDO和毛术吧 不过毛术的教学应该没有多少 所以就学基础学到死吧 我说了 你只推荐一个 还有五年吧 足够学习两者的基础知识了 祝VLTUDO巴西格斗术 综合格斗的起源 没有规则的战斗 而且 VLTUDO是现代格斗术中的首位 正要向天使抱怨的柳依涵 看到他严肃的表情时 改变了主意 这不像是在捉弄他 他真的给他提供了格斗术的建议 当地球经历了大灾变后 格斗术确实会有所帮助 然后他别无选择 毕竟这是天使的建议 他必须遵循 柳依涵心里嘀咕着 然后扭动他的身体 轻便的动作 他从身体的改变 感觉到时间在流动 起初 他非常失落和孤独 但过了一阵子时 他现在已经习惯了 人类适应能力 不是很惊人吗 吃饭和睡觉已经解决了 每天也有必须要做的事情 此外 还有一位天使 不时与他聊天 除了他想到 他母亲的时候会难过 这还是可以忍受的 我还要忍受五年 仅仅五年 就一直忍下去吧 有了这个想法 刘依涵以他强壮的身体 坐着电脑前 他认为 VoTudo和毛树 很难从互联网上学习 但他已经有五年时间 如果只是学习基础 这应该可以做到 前两年是反复的试验和错误 他确实锻炼了身体 但是对于之前没有打架过的 柳依涵 VoTudo和他的女朋友一样 他只存在于显示器内部 相反 毛树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连武术的五字都不懂得柳依涵 只是用长木棒代替长毛 重负练习刺激 摆动和阻挡的动作 但当练了一年两年时 他的毛已经有点力量 柳依涵得到了一些启发 武术说到底和学习一样 即使是不可行的事情 重负练习也会变得可行 这种信念使他更进步 学习和锻炼身体一样 现在 毛树也是一样 那VoTudo会不会一样呢 几乎没有进步的柳依涵 开始更热情地寻找书籍和视频 并更加专注于训练VoTudo和毛树 他决定要这样做后 就取得了一些进展了 首先 VoTudo基本上是一种 没有任何规则 杀死敌人的战斗技术 在研究其他武术书籍和录像带 并努力以身体学习时 柳依涵慢慢地 非常缓慢地抓住了一些东西 毛发方面 他开始考虑 刺激和摆动以外的身体活动 前摇 后摇 还有增强攻击力的方法 他的步伐改善了 他毛树的风格也形成了 视野也开拓了 学习VoTudo时也有积极的变化 由于武术的训练 柳依涵的肌肉变得更加战斗向 人类离开后的八年 天使看到他后感到震惊 你没有吃过一些奇怪的药物吗 你把我的努力当成什么了 真是个令人惊讶的人 还是所有人类都这样 让我一个人呆着 柳依涵的问题是他没有对手 他必须与其他人一起打斗 来发现错误以及应该修正的问题 他还要练习多久沙袋和斗袋 在被遗留的第九年和武术的第四年 柳依涵对自己的技术越来越有信心了 与他人打斗 如果是九年前的他 他会感到无所适从而逃跑 或者打电话给警察 你明白了 天使只像自己这样说着 柳依涵怀疑地问道 你想让我打你 天使姐姐 即使我看起来像这样 我是主神的使者 更高的存在 所以 我比你想象的更难以想象 你知道 VLTUDO是什么 对吗 VLTUDO实际上是无情的实战 这是一种令人怀疑的战斗技术 不是让对手失去能力 而是杀死对手 当然 他只是练习了四年 但柳依涵知道 如果用在人类身上会有怎样的效果 呵 是我告诉你练习的 别担心 过来吧 真的可以吗 你不会后悔吗 当然 天使拍了他无用的大欧派 向他保证着 柳依涵看着他 在坚决地决定了自己的心意之后 他睁大眼睛看向天使 吃我的拳头 包含九年一流的怨恨 死死死死死死死 巴巴巴巴巴 呵呵 他惨遭殴打 天使是VLTUDO的明星选手 你现在知道吗 你可以把我当作战斗对手 这是天使诞生以来最大的服务 不 在遭受殴打和全身瘀伤之后 柳依涵全力拒绝 但不幸的是他没有全力拒绝 那是因为在看到他认真训练九年之后 天使真的想帮助他在大灾变后幸存下来 从柳依涵的观点来看 这不是很受欢迎 但即使他想逃跑 他也不能逃避那个天使 与天使战斗使他的技术迅速成长 他不想承认 但他的成长太明显了 我想停止感受这种痛苦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要打倒那个女人 这是他练习的目标 天使很自豪 柳依涵痛苦不堪 他在VLTUDO和毛树的技术增加了 直到承诺的十年 柳依涵洗了澡 剃光了自己胡子 看着镜子上的身影 他的身体很强壮 十年的训练足以让他能够和一头狼打斗 但他的脸仍然是十年前的大学新生 所以有一种奇怪的不和谐感 如果我高一点会更好 在大灾变后还会成长吧 你的脸有点令人失望 但是你的身体状况很好 所以如果你尝得高一点 哼哼 这也不坏 我的脸怎么样了 他看着镜子 眼睛不大 眉毛宽松 鼻子不高 嘴唇稍微苍白 甚至更苍白的皮肤 嗯 他不能否认他有一张缺乏活力的脸 但这是他自己的脸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脸 你在身体上刻画了很多技巧 这样你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对抗低等级的怪物 如果是这样 你也会顺利升级 所以你很快就能处理魔力 天使说 他对要准备告别有些失望 柳一涵问道 我怎么能杀死那些怪物 我记得你说过 不能没有魔力 就杀死他们 这是因为高等级怪物 是完全由更高的能量系统组成的 但低等怪物 可以被枪械或毛或刀轻易杀死 天使你欺骗了我 呵呵 我没说谎 你只是没有询问细节 天使骄傲地挺起胸膛 夸张地说 这女人是一个调皮的女人 只能够吹嘘自己的性感 头脑凌乱的柳一涵 想到了这些 她愤怒沸腾了 但一段时间过去后她平静下来 毕竟 她变得更强壮 也是好事 她努力地帮她填补 不能应付魔力的空白期 她这样想就没有生气了 代替的是整个人变得气馁 普通的大学生活已经不可能了吧 当然 社会大多数人都会瘫痪 并且需要战斗力 而不是学习能力的时期将会到来 呼 起初被遗留的时候 我以为天跌下来了 但因为你的努力 让我不必担心这么多 你努力到现在了 将来会做得很好 时间到了 这是十年前的同一时间 当然 柳一涵自己说不出时间 所以是天使告诉她 柳一涵故意来到了同一个地方 大学校园内的草地广场 她十年来都没来过 但这里没有任何区别 谢谢你的一切 直到现在 天使姐姐 哇 这是她第一次表示感谢 天使似乎也没有想到 她会得到感谢 并心慌了一下 但最终她笑了 拍着双翼 来到了她的身边 这是相当有趣的十年 感谢你 我是否能够再见到你 嗯 这将取决于你 天使在说下去前犹豫了一下 我的名字是利塔 利塔 柳一涵一直在念她的名字 好像不想忘记她 天使利塔看到后满意着 然后拍了拍双翼 我得走了 在地球上的时间将很快就会恢复 人们会回来 一路顺风 利塔姐姐 他们告别后 利塔慢慢飞上天空 柳一涵尽力忍耐 因与利塔告别的失望 以及回归十年前平常生活的兴奋 闭上了眼睛 什么都没发生 柳一涵睁开了眼睛 她看到利塔在空中恐慌着 请求解释 柳一涵用一种平静的声音说道 利塔缓缓地落到了地上 用一个嬉戏可爱地笑了起来 然后说话 我认为这有错误 喂 你疯了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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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由于停止时间或其他原因 时间轴上似乎略有偏差 没关系 不会很长的 只要再忍受拾货二十年 乌鸦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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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她X的这样 柳一涵在草地广场上 横冲直撞地奔跑着 那是因为她知道 如果她与天使打斗 她会被殴打 就那样 柳一涵躺在草上 喃喃地看着 那满是怨恨的蓝天 好 只是十年或二十年 我会等待没有问题 人类是适应力强的动物 她现在可以这样 所以她将来也是这样 她这样说服自己 积极的态度 这是她以前唯一的优点 现在众多优点的其中一个 然而 即使在十年和二十年后 人类也没有回来 当五十年过去后 柳一涵没有再计算下去 第一个意识到 出现状况的不是利塔 而是柳一涵 有东西在动 什么在动 你的剑 什么 哇哇哇 不要 那把剑 在现在的柳一涵 看来是垃圾中的垃圾 是她拿起锤子 第五年时制造的剑 她在利塔的腰上 不断抖动着 不止这样 街上的汽车 柳一涵穿的衣服 以及这个世界所有东西 都在动 这代表着一件事 世界正在回溯到 当初停下来的时候 这些都是时间停止后 移动过的东西 比起这个 快点想想办法 对付这把剑吧 我会造一把更好的给你 所以你扔掉它吧 不要 当利塔慌张地祈祷时 柳一涵的身体 也开始默依照 她的意志在动 这不是指她的身体 回溯到原来的时候 而是指她被搬到 被遗留时的地方 看起来就像一只 飞翔的鸟儿一样 I can fly 啊 一涵 等等 主 主神大人 只是一点点 请给我一点点时间 道别吧 利塔不再专注到剑上 拼命地喊道 但主神没有满足 她的要求 柳一涵的身体 被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 牵引着 飞到大学校园时 利塔被另一种力量 拖到了天空 她悲伤地嚎哭着 一直以来你都不管事 怎么突然 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利塔在抱怨和侮辱着主神 完全不像是主神的使者 她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看着远方柳一涵的背影 为她祈祷 同时抱紧着 这把破旧的剑 你保留这把剑了 那么 我收回那句 你太过分了吧 易主 主神网开一面 没有把这把剑回溯的意思 她会再次和柳一涵相聚吗 她祈求着 在柳一涵被时间的牢虫里脱离后 她会遇到柳一涵 越早越好 最好是明天 抱持着她一千钱遇到柳一涵时 不可能会有的愿望 利塔缓缓地闭上眼睛 然后想到了一件事 到最后 我们连亲吻都没有 在可怜的天使利塔回归时 柳一涵意已进入了校园 柳一涵最后一刻被抛下 她在半空中平衡自己 以一个稳定的姿势降落 减少伤害 刚刚的感觉真好 在漫长的岁月之中 刚才的飞行 绝对是最有趣的了 这不就清楚代表着 无聊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吗 她决定学习魔力后 要学习飞行 然后把头抬起来 发现正在飞上天空的利塔 啊 柳一涵下意识地惊喊着 她既然这样没有道别就离开了 果然对利塔来说 她只是个无趣的人吗 她是否只是用来满足 她的无聊的存在 但这不重要 无论如何 她眼中的利塔 是一个善良 漂亮 陪伴孤独的自己的人 当她想到以后再也看不到她时 她觉得她心里有个空洞 其实 这才是正常的情况 她和她一起度过这么长的时间 以为和她一起是很自然的事 但像利塔这样的天使 接触到像柳一涵这样的普通人 才是极其罕见的情况 即使在同一个环境 也不可以接触到 何况利塔不是说过 她是更高等的存在 更高等的存在 哎 柳一涵轻声地嘟嚷着 握紧了拳头 积累技术和知识 在发生大灾变时 不会被其他人拉开距离 这是柳一涵 直到现实的目标 但是 现在她有一个巨大但坚定的目标 如果我也成为一个更高等的存在 和她 站在同一水准上 那魔就能够和她见面交谈了 我会成功的 我努力的话 没是魔不能做到的事 如果我努力到致死方休 我肯定可以做到柳一涵这样认定着 当然 柳一涵不知道 对方同样地被她俘虏了 因为她是个童贞 一千年来连女人的手都没有握过 无论柳一涵怎样考虑 世界也正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爆炸了的汽车恢复原状并回到原来的位置 被柳一涵破坏了的所有东西也恢复了 那一刻即将到来 柳一涵平静地闭上眼睛等待着 就像 她在很久以前一样 几个小时过去了 她感受到这个世界包括她自己在变化 她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身体 她的身体发生了一个细小但明显的变化 清凉明亮奇妙强大的能量 当她的心脏跳动时 这种能量也随着她的心脏一起跳动着 不用多想 这就是魔力 地球的新能量 人类在意世界适应了十年的能量 柳一涵在未来不得不适应的能量 妈 我会做到的 她与以前的幼稚大学心生不同 不 在时间轴上是同一人 但难道她那无数年来的努力和成就 就不存在了吗 她睁开眼睛 看到校园内挤满了人 他们惊讶而紧张的表情 证明他们也在等待着这一刻 人 真的有很多人 她高兴地想尖叫起来 但她忍耐着了 我们真的回到十年前 根据他们所说 我们终于可以 呜 我很怕呀 嘿 我在这里也可以打开状态表 真的全部重置了 到处都是叫喊和惊叹声 这时 柳一涵发现有点奇怪 如丽塔所说 他们说是从十年后回来的 这并不奇怪 但是 他们也太熟悉对方了吧 通常 当人们去了不同世界时 彼此之间应该会很尴尬 不是这样的话 难道说这里的人都在同一个世界 不 等等 这么说来 没理由要把同地点的人分开 但这样的话 他们不就知道柳一涵被留下了吗 柳一涵紧张起来 把头转向一边 虽然她一直都等待着的人在她面前 但这不可能 她身在广场的中心 肯定会被人看到 咦 柳一涵抬起头来 周围的人只是自言自语 并没有人看向柳一涵 不 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她 当然刚刚回来 的确会有点混乱 但他们都应该要向她了解一下 但他们就像事先计划好 要一起无视她一样 这怎么可能 啊 是这样吗 柳一涵考虑一会后 别无选择 只好接受这不可能的情况 由于和丽塔相处了这么多年 她已经忘记了 但她有在小学野餐 中学训练营和高中旅行都被遗留过的传奇成就 不止这样 在大学点名时 也常常发生 即使她在前排座位举手 也被错过了的情况 毫无疑问 她就是梦幻的第六人 所以 兴奋的人群 根本不可能会看到柳一涵 一天是边缘人 一世也是边缘人 真好 我说 太好了 你们这些地球人 她甚至在大声叫喊着 但是周围的人看来 还是没有注意到她 她等待了这磨长时间的人类 已经回来了 但是她留下的 不是感动的眼泪 而是悲伤的泪水 她很想看到 总是能认知到她的丽塔 她想尽快成为更高等的存在 但是 在此之前 她首先 我要比所有人更早回去 成为与众不同的人 她垂下了肩膀 离开校园 回归的人的欢呼 对未来的不安 和对变化的期望 这些都她无关 我希望每个人都会跌倒 然后擦伤了鼻子 她想 公交仍然没有运作 当然 司机和乘客 都不会去公交 他们应该会回家 等待政府的正式宣布 或者和分离已久的爱人相聚 不论如何 柳一涵跑快一点 可以每小时跑几十公里 所以她根本没有做公交的打算 她比任何人都快 这不是谎言 当然 这是没有考虑魔力的情况 她说过魔力 是一种全能的能量 它可以加强身体 让它更快地移动 或者产生强大的力量 想起利他使用魔法时的场景 便能接受了 人类会再次分为 有能力和莫能力的人 和已经练习了十年的人类不同 柳一涵刚刚才被唤醒魔力 所以 按魔力分类的话 她会被排到最后 但这又如何 我积累的知识和训练 绝不会逊色 再过十年 我也会成长 而不用羡慕任何人 毕竟她 训练了无数年 所以有这样的信心 事实上 即使只按照她的个人能力也足够了 但她本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这是因为 丽塔没有对她说过这些 以免她不能继续超越自己 哦 状态 她刚回到家时想起来了 丽塔说过 阿凯西记录在大灾变后 和地球接触了 人类获得了查看部分记录的权利 回来的人也说过状态之类 但我怎么能看见呢 当她这么想的一刻 她眼中就出现了绿色的文字 就像贝克在她的视网膜上一样 柳亦涵 人类 无业LVE 称号泛宇宙级的边缘人 隐蔽成为被动技能 力量72 敏捷81 生命78 魔法1 主动技能隐蔽LVMAX 可进化 需要技能净化的材料 被动技能无法辨认 遗留的奖励 已经获得和分发 等级提升一时 状态提高五点 一千年的训练 显示出成果了 柳亦涵非常惊讶 沉默了 从丽塔知道状态那刻起 她就估计到 会用等级来量化一个人的实力 所以 问题不是出现了大家熟悉的游戏般的视窗 问题也不是怪异的状态值 她训练的结果 得到肯定是高兴的事 问题也不再自动分发了补偿的状态值 现实毕竟不可能像游戏般 可以自行分配数值 她也预计倒不会这样 就学到魔法 对 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 称号和技能 她不记得 有学过隐蔽这技能 还有那个充满嘲讽味道的称号 怎么了 隐蔽变为被动剂 是指我被隐蔽了吗 我的生活被隐蔽了吗 就算我去到太空里 我还是个边缘人 她爆发出这辈子里最大的愤怒 也定下另一个目标 不只是为了预见利塔 而成为更高的存在 而且要打破阿凯西记录 而且她还有疑问 那就是被动技能 如果依照阿凯西记录在地球上的定义 她不可能不能完美地记录一个人的能力 意诸 阿凯西记录是记录着一切变化的资料库 拥有非凡状态的人可以略亏一般 作为一个宇宙性的记录 根本不可能像人类般出错 如果要让他出错 那魔就必须要有 超越他能认知和记录的存在 例如主神 怎么会是无法辨认呢 刘一涵在回家时 想到了一个假说 现在 我的身体能力和隐蔽技能都是能够察觉的 所以 她可以记录下来 但是 她大概无法记录 我在时间停止时做的训练和学到的技能 而且那时候 阿凯西记录还没和地球接触 如果柳一涵的假说是正确的 那魔很可能柳一涵在主神停止时间时 所做的一切都不在阿凯西记录之内 虽然柳一涵无法确认 但大概就是这样吧 妈 继续下去就知道了 比起眼前的几行字 柳一涵更相信她的训练和生活 就算无法辨认技能 也不影响她五动毛 她走进家内 在测试被动技能前先洗个澡 但在下一刻 她眼中看到了一个人 阿 没错 她只能发出这种愚蠢的声音 并立即就明白到自己有多愚蠢 她怎么能忘记这最重要的事 她怎么能忘记她最亲爱的家人 一涵 在她眼前的 是她的母亲 尽管她们长时间相隔异地 甚至看到照片时都觉得不熟悉 但在看到 她后就意识到 在她面前哭泣的中年妇女 就是她的母亲 记住这些的 不是她的大脑 而是她的心 妈 大声喊出很久 莫说过的话 柳一涵抱着她的母亲 就像过往的岁月 全部消失了一样 她像个小孩般提哭着 她母亲也和她一起哭了 她们就这样一直哭着 直到父亲回来 哭出来后 她们变得鸡肠碌碌 她母亲今夜秀 就像以前一样做饭 柳一涵接受了 丽塔一千年的饭菜 虽然她自己不知道 但莫看过她 料理时的情况 所以 当她看到母亲 站在厨房里时 她很感动 煮熟米饭时的香味 有节奏的菜刀声 炒热了的煎锅声 都让她很愉快 谢谢你的晚饭 使用家中 所有食材做的晚饭 非常和谐 看来 她在异世界中 也学到了一些料理的方法 但是柳一涵 无法平静地享用这顿饭 这是因为她父母 开始讨论异世界 儿子啊 你去了哪里呢 你妈和我们的邻居 一起穿越到了一个 叫野雾门的世界 我到的世界没有名字 她不能说她 独自留在地球上 让他们担心 幸运的 她的肌肉 外表上缩小了 看起来和被遗留之前 没有太大差别 所以不用担心 会从外表发现她的异常 如果不是因为没有米饭 那摩黑西亚真是个完美的世界 不过要控制魔力 也太难了 就算我已经习惯了 你爸也不可能可以对付怪物 柳一涵的父亲 柳永涵 一边吃着他十年来的第一碗米饭 一边抱怨着 今夜秀也同意 我也这么想 他们还把新生一二 老人家 甚至孕妇带过去 让他们受苦 看着他们在这十年 一直痛苦着 实在太可怜了 如果只把年轻强壮的人送过去 就更好了 他们说这会破坏平衡 所以 虽然知道更有效的方法 但也不会实行 什么 柳一涵把从丽塔那里听到的事 无意中脱口而出 让他父母一直盯着他 这时 柳一涵终于意识到了 他从来都不怎么说谎 但现在他和别人的生活差异太大 他开始要经常掩饰了 他要改正冲口出的习惯 呀 不 我只是这样想 平衡 有效 每当我想到 他们把人带走了十年 让他们痛苦着 我就不禁咬牙切齿了 你切齿切到把心脏切碎 那就不会再切齿了吧 每次当我听到你摸牙 我也会烦得咬牙切齿 柳一涵一边希望着他不用向他们坦白 一边吃完了饭 然后他意识到父母正在注视着他 儿子你呢 如果你控制好魔力 你就可以杀死怪物了吧 我和其他太太聊天时 他们说 能够杀死怪物会很赚钱 当然啊 毕竟能够杀死那种危险怪物的人才很少 国家肯定会照顾他们的 你说什么啊 国家哪会 给什么钱 我是说怪物的尸体很值钱的 看着他父母 讨论着 只有在小说中 才会发生的幻想情节 让柳一涵感到格格不入 他有很强烈的被遗弃的感觉 让他想到了 被遗留时的日子 即使人类回归了 我仍然是个边缘人 他对这种和以前一样的生活 没有任何改善的事实感到愤怒 而没有感到悲伤 但我比他们更了解深海鱼呢 当他这么想时 他变得更空虚 所以默想下去 我不能使用魔力 他承认了事实 是吗 那就好好学习吧 儿子 我就知道了 你不能胜过基因吧 他的父母很容易就接受了 让他变得沮丧 但是 这是理所当然的 对他父母来说 他们儿子整是待在家里玩游戏 或者读书学习 讨厌锻炼 所以 他们很难想象 他们儿子会突然爆发魔力 然后冲出去 说他要抓捕怪物 他们只是希望 或者可能然后得了预期之中的答案而已 等政府的公告吧 他应该会在九点的新闻中 不信任他们 如果有怪物出现在附近 那怎么样 我们应该搬家到强大能力者居住的地方吗 没关系的 不过 你最好先不要工作一段时间 怎么可能 到现在 公司已经给我打了十次以上的电话了 就算我会在路上死去 我也得上班 喂 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事 他父母在愉快地聊天着 他们长期积累着对彼此的渴望 让他们的关系更接近了 柳一涵很感恩 老实说 他已经准备好相反的结果了 他不在起居室看电视 回到自己的房间 一边想着 明年这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弟弟妹妹 一边计划 要在互联网上搜索资料 然而 他就像刚刚遇到他的母亲时 那震惊着 喂石魔 这是主神的恶作剧吗 或是因为丽塔的愿望影响 他的钢毛杰作 被包在干部里 放在他房间中间 柳一涵注意到后 立即锁上了房间的门 如果母亲知道 他儿子房间里有武器 会很惊讶吧 喂石魔保留下来了 当世界 回到他刚被抛弃的时候 所有因为他影响 而发生的变化 都应该恢复了 就算这把毛 是他身体和灵魂的杰作 也不应该是个例外 但为石魔呢 这没办法知道答案 或者是主神 因为状态补偿太少了 而追加的补偿 还是丽塔当时拼命 要见刘夏石的影响 无论如何 这是一件值得感谢的事情 他正计划不久后 就造一把毛出来 所以他很感谢主神 为他免除这个努力 刘一涵把他捡起来 藏在衣柜里 但在那一刻 和看到状态时一样 他眼前出现了绿色文字 柳一涵的钢毛 等级为一 攻击力八百 耐久度五百斜杆五百 人类仅用双手技术 而没有魔力 而产生出的奇迹 它的硬度和强度 可与中等怪物的骨骼媲美 我哪知八百的攻击力 是高还是低 但是根据阿凯西记录的描述 在得到新材料前这把毛都有用 所以他把它放在衣柜里 那么我怎样开始呢 人类回归和发生了大灾变 人们分散到无数的异世界中 但现在都回来了 他们必须互相合作 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 无数人会用不同方法 把资讯传递出去 其中 柳一涵选择的方法 是互联网 因为它是最简单 最宽广 也是他最熟悉的 有新内容了 柳一涵用闪亮的眼睛 坐在笔记本电脑前 这些长时间没有更新的互联网页面 现在完全改变了 柳一涵笑起来 他现在对有新的刺激感到高兴 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时 也有这种感觉吗 他成为了正在跨越名为资讯的 海洋的船长 四小时过去了 柳一涵关闭了笔记本电脑 这是因为 他确信他掌握了足够的资讯 由于每个人的话都不同 柳一涵很难找出真相 但经过几个世纪的阅读 他的分析能力和集中力 已达到顶峰 当他以政府的官方公告位基础 再串联到其他人文章的资讯时 就很简单地结束了 换言之 没有太多信息 说谎的人太多了 我在异世界中猎杀了一条龙 我调教了一位公主骑士 还让他成为X奴 我解决了一条刻上庞大帝国的王座后面的问题 获得了永恒的道具 这种垃圾信息 无处不在 关于等级和怪物的描述 也是到处都是 如果相信他们 那他不如相信 一个狗头人 可以杀死一个魔族 总之 我先挑出最客观的分水岭吧 他首先整理着等级方面的资讯 直到五级 是个普通的平民 在异世界挑选士兵的标准 大多数是七级 而当一个人成为十级时 可以成为剑士 攻守 或者其他职业 并且可以成为十人小组的队长 五十级时 可以进阶第二职业 强者和非强者 会以这条线分开 不能通过严格的条件 和更理解阿凯西记录 无论任何人都 不会进阶 如果没有进阶第二职业 纳魔就不能升到五十级以上 相反的话 连贵族也不会轻视他们 第三个分水岭 可能是一百级 从纳克开始会被 世卫国家的高级战斗力 此时提高等级 变得难如登天 莫多少人可以继续成长 虽然应该有第四个分水岭 但至少互联网上 没有人献过这种人 或者只有高等怪物 比如龙才会有第四 第五甚至更高的程度 这就是关于等级的资讯 其他都不重要 首先 明天他必须如常上大学 这是因为 政府和军队联合表示 他们会反对怪物 来保障大家的日常生活 还有公告 说会组织一个专门对付怪物 由魔力使用者组成的特别部队 但谁知道呢 这也不是可以信赖的 我要保护自己 一直训练和挨苦都是 为了这样 他没有想过正常上大学 拖到被动的位置 那么开始训练魔力吧 呼 在他看到人类回归后 也什么变化 他叹了口气 同时 他回想起他训练时 总是在他旁边的美丽的利塔 他渴望见到他 我想先利塔 如果他知道的话 他会很高兴的 他从某处听到声音 他硬直了一下 然后转过身来 在敞开的窗台上 有一个幼小的 有意的东西 站在那里 撇开他非常幼小的事实 他外观与利塔很相似 我被派到这里来 帮助你适应魔力 我是 私人物业的入侵者 天使爱达 那是他和第二个私人物业的入侵者 天使会面的一刻 进入房间的小天使爱达 没有开场白 就立即进正题了 对于人类来说 后天才取得的魔力 实在太难运用了 人类在异世界度过十年 就是因为 他们必须经历这魔多年 才有机会 能够运用魔力 人类但不包括我 被柳依涵插嘴打断 爱达摆出不耐烦的小脸 然后继续说道 天使丽塔以此强烈要求 帮助人类柳依涵 他说 放弃遗留者非常不公平 他只是锻炼了一点点自己身体 所以 他要求派遣一位天使 来帮助他短时间内适应魔力 柳依涵听到丽塔为他挺身而出 感到自己心跳加速着 虽然他们没有道别就分开了 但他似乎也担心着柳依涵 由于 他强烈地主张着 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 本来丽塔本人想过来 但上级担心 人类变得太接近天使 而决定派我取代他 是这样啊 如果说他没有失望 那就是说谎了 但他同时 也认为 这很幸运 他才刚刚为了 和丽塔见面 而决定成为更高的层次 但如果现在忽然相聚了 他的决心 不就没有意义了 不过爱达不喜欢这情况 但我现在看到的情况 与他所说的有出入 什么 这何止是一点点 在扫描柳依涵的身体时 看到他那没有魔力的情况下的状态 不禁用柳依涵听不到的音量嘀咕着 就算是一千年 他身体的水平 还是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有了魔力 这人能增强多少 他很想知道 如果知道他的身体锻炼成这样 纳摩就不会派遣爱达了 然而 丽塔在返回天堂的那一刻 就以十万火急之势要求着 由于他的请求表面看来很合理 就直接通过了 因此 爱达才会出现在这里 但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已经不会取消了 爱达要把任务完成了 才能回来 换句话说 他们完全被丽塔欺骗了 他作为一个天使 竟然用这种欺诈的手法 天使应该是世界上最纯粹的存在 爱达又叹了口气 用无力的声音说道 无论如何 我会帮你熟悉魔力的 快点学会吧 你会怎样帮我 很简单 我这种更高的存在 只要在你身边 就会激活你体内的魔力 识别 控制 使用 这样下来 你就能比普通人快十倍以上适应 以前他体内没有一丁点魔力 所以丽塔就算陪伴他一千年 也没有帮助 但现在发生大灾变 只要一年就行了 这是爱达的计划 柳依涵对魔力一无所知 所以他只能点头接受 爱达说完后就飞过来 停在自己的头上 你做什么 他一边摇头一边说 但爱达没有退缩 我用魔法防止了其他低等存在认知 所以 你不用介意 所以 你以后会继续留在我头上 没错 不好了 这样他硬盘中的1.7TB的宝藏 已经被放置了无数年 就不能用了 就算是丽塔 也不会整天在他身边 但莫想到 会有这种埋伏 我不在乎你这种低等存在 所以 你不用担心 你赌我心了 在这一刻 柳依涵认真考虑 是否要退回天使 但他无法放过一年内 适应魔力的机会 没错 只是一年 他只需要忍受短短一年 柳依涵哭着接受了现实 我真的不在乎 你是跳霹雳舞 肚皮舞 还是劲爆热舞 我在乎 而且 你真的知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吗 在人类回归后的第二天 韩国早晨的空气 混杂着世界会变化的焦虑 和轻微的期望 这种情绪已经浮上面来 柳依涵带着他头上的爱达出门后 看到的人就是这样 还有因应政府的联合行动 而带枪巡视着的军装士兵 他X的 我到昨天早上还在和女人喝酒 Sir 这已经上山的人好了 听说怪物已经出现了 如果我杀了怪物 我至少可以升级啊 我要快点找到我的雷霆之剑 徐下士 整个部队都知道 你在加迪亚时没有得到技能 柳依涵摆脱了即将来到的绝望气氛 赶到大学 意诸 所有男性必须在韩国接受义务兵役 他认为他走得很慢 但结果和乘车过来一样的时间到达了 他自己想起来也觉得有趣 他来到城军馆大学的校园 意诸 韩国顶级大学之一 简称城大 虽然是在都市内 城军馆大学却建在山上 让学生怀疑 他们是在上学还是爬山 这都是因为 他要尽量有效地使用每寸土地 当然 这程度对于目前的柳依涵来说 是可笑的 校园里充满人 因为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大学生 他们倾向积极思考 而不是考虑即将遇到的危机 大多数人都在谈论着柳依涵不了解的话题 你造出技能了吗 你呢 我设法做出了一个 哈哈 我造两个了 柳依涵小声问道 制造技能是什么意思 这是指 结合了微量的魔力 和少许记录 以某种方式 创造出的一种 用于攻击的东西 我作为更高等的存在 认为 就算把他们吹嘘的所有技能 结合在一起 和你的隐蔽相比 都是不值一提 隐蔽不是我想要的技能 可以任意制造技能 无论如何 这是他昨天没有了解到的信息 柳依涵竖起耳朵走了过去 新刺激 新信息 这是他最爱的东西 无论如何 结果是 那么谁是女殿 没人知道 这可能吗 这是成大唯一十年来在兰帕斯隐姓埋名的人 而我们却不知道 当怪物出现时 我们就会知道了吧 不知道 或许他仍会戴上面具 看来 有一位名叫女帝的女人 在大学里 表现出强大的能力 地下城什么时候会出现 就算出现了 我想你也进不了吧 他有等级要求 你等级多少 七级 我四级 呵呵 你X 他了解到 在异世界有些地方叫做地下城 只有高等级的人才可以进入 另外 虽然没有证据 但估计地下城内会有奖励 地下城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词汇 再很快就来到客室 那里已经有很多人了 他们即使在异世界度过十年 他们仍然会上学 他们也像柳依涵那样怀念频繁的生活吗 当他进罪在情绪时 他环顾客室 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 这种小事 就是他以前一直很难过的原因 柳依涵坐在一个空座位上 怕被人听到 而写下问题问艾达 什么是地下城 他稍微抬头 他头上的艾达理解了 然后说 这是个陷阱 陷阱 柳依涵听到答案太意外了 不禁大声叫了出来 然而 他的隐蔽确实厉害 身边完全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 好难过 这是主神设置的陷阱 利用诱饵吸引着怪物 然后关上了出口 这样怪物便被困在地下城内 而人类一旦拥有资格 就可以自由出入 可以更安全地追恋 这也是主神对人类的考虑呢 但不是把他们困着就行了吗 困住了就可以不管了吧 地下城在一段时间后 就会残破了 所以 在这之前必须处理掉怪物 另外 有很多怪物不会落入陷阱 并且有很多怪物可以破坏它 还有很多怪物懂得伪装 所以要小心处理 当柳依涵和艾达交谈时 教授来了 开始上课了 不过 这位教授似乎不太教书 而学生似乎也不太想听 柳依涵期待很久的上课 让他失望了 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快点适应 这个变化者的社会 现在联合国已经提出 使用魔力和升级的规范 另外 中美这些大国 也会集中应对这种环境和怪物 根据韩国的行动 未来将会有无数的行业会崩溃 同时 亦有无数其他的行业会崛起 在整个50分钟的课堂上 教授傲慢地吹嘘着 任何人都能 想到的废话 因此 柳依涵瞬间忘记了几个世纪的孤独 并认真地等待着课堂结束 不 他在考虑 还是否需要继续上大学 未来 大学的毕业证书 有多重要呢 他摇着头 他来这里是因为父母在担忧着 不能运用魔力的自己的未来 如果他能够使用魔力 那么他就停止来到大学这种 被所有人无视的地方 这不是他的错 是社会的错 都是大学不好 爱达似乎知道他的想法 说道 训练魔力的效率 不会因为你在什么地方 做什么事情而改变 不 还有一个 是什么 狩猎怪物 我不喜欢做危险的事 他连魔力 也不能使用 但他要他对付怪物 柳依涵认为 这是无稽之谈 但爱达早知道 他会有这样的反应 就像现在人类的等级很低一样 怪物和地下城 也才接触魔力 所以 等级也很低 或许会有 极少数天灾般的个体或种族 但这 就是不能预料和避免的特殊情况了 嗯 的确这样 但是 现在绝大多数怪物都很弱 而且长远来说 获得经验值 来加快适应马更有利 柳依涵 讨厌危险 无数年才等到了大灾变 不能毫无意义的死去 不过 或许是重负作用 经过了这无数年 当他知道这不危险时 就能毫不犹豫的行动了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 跨越世界征服了所有图书馆 以及他在渔船上 重现了白经济的场景 当时他认为 这是必要的 但严格来说 这接近娱乐多于训练 他无意识地让他 不会在无数年的停顿中 瘫痪了他的心 好 那魔偶会去 现在也是一样 他认为这不危险 而且确信有助他未来生存 所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艾达就在等待着这一刻 由于有等级要求 你无法进入地下城 所以 你不得不在外面寻找怪物 考虑到你现在的等级 你大概可以杀死25级左右的怪物 你知道 我只是一级吧 你知道我不能使用魔力吧 但是 你的身体很强壮 我还已经考虑到你 没有兼顾的防具了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防具 那魔 你就能狩猎更高等的怪物了 问题是 怎样找到这样的怪物 呵呵 我作为高等的存在 为了快些离开你 不 为了帮助你成长 我可以替你找到怪物 怎样 如果附近有怪物的话 那魔我就能感知到它 最后 柳一涵决定使用互联网 老实说 他没有多少期待 他计划课堂结束后 就尽快离开爱达 然而 他X的 室内的人 千万不要到外面 谁他X的在撒谎 外面现在简直是地狱 里面也是地狱 你没看到建筑物在倒塌吗 这是我出生以后 第一次看到 士兵在用枪射击 他X的 士兵兄弟太酷了 是啊 你很快就也枪击他们了 在魔力升级前 我们应该要先合法化武器吧 社区网站上的文章都有些夸张 柳一涵点开其中一篇文章 不久后 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 一头公牛大小的猎狗 正凶狠地袭击人类 很难接受这是现实 但这只狗太逼真了 不可能是特效 柳一涵抬起头来 课堂什么时候暂停了 包括教授和学生在内 每个人都贴在窗户上 低头看着广场 他缓缓站起来 走近他们 虽然没有人注意他 他低头看着玻璃窗上 狭窄的草地广场 他们就在那里 人类大小的昆虫 怪物 看着这场景 一涵出奇的冷静 这是因为 一涵常幻想这天的降临 也许其他人心底 亦有相同忧虑 事实上 他们的觉悟 可能比一涵还多 他们过去十年 都待在一世界 岂不更了解 地球大灾变后的变化 然而 他们的准备不够 不论怎看 对抗怪物的战力也不足 怪物等级看起来还要挺高 他们要么错判形式 又或根本没这余余估计 教学已经完结 主神已给予人类可行的一切 人类从今起 必须自立生存 艾达的声音充满疏离 凭这话语 伊涵感觉到 艾达对这场景 有着不同的见解 伊涵判断出 不论艾达有多少力量 他也不会插手干预 除非意料之外的因素出现 看来还没有任何伤亡 但万一怪物攻击建筑物 出现伤亡 只是迟早的事 实际上 怪物正缓慢前往建筑 伊涵和其他学生所在的 商科大楼推进 该怎么办 我们要逃了 大家冷静 学校已经联络了 谁要跟我一起组队受炼 这里 麻烦多来一个商者 稀快跑 金 金融大楼 我们跑到金融大楼去 察觉到危机靠近的学生 尖叫着逃离演讲室 教授也叹气跟上 转眼间 演讲室内只剩柳伊涵一人 这情况 不禁让人怀疑伊涵是否拥有成为边缘人的特别技能 但伊涵也不打算安静的在这演讲室独坐 伊涵再次眺望窗户 叹了口气 然后开始行动 你打算过去 是吗 他们看起来比抹香精弱多了 这不是个好机会吗 怪物和动物不同 怪物的表皮和甲草 会变得异常坚硬 活动能力也会随之改变 不过也对 这里看来莫超过等级二十的怪物 是个不错的升等机会 对吗 要是危险 我就不会动了 自嘲的同时 伊涵环顾四周 走向桌子拔出桌角 一根不太够用 所以伊涵 把四根桌角都拆下来 把其中一根握在手里 其余则从衣服撕下布条 竖起绑在腰间 从被撇下起 不过是十秒 你的手工还挺利落 对 我无聊时会 找些东西弄 久而久之便熟练了 利塔 撕破衣服而露出的腹肌 堪称完美 伊涵锻炼到极限 达到生物顶端的身体 烧路人前 然而 这不过是自己的身体 伊涵莫多做反应 就离开了演讲室 伊涵 原想直接跑到广场 不久却想起自己的脸上 空空如也 不管隐秘等级有多高 在广场大闹一番 也会被认出吧 弄个面具就够了 那应该能加强隐秘的效果 面具的话 伊涵想到一处 商科大楼地底的文具店 想通同时 伊涵跑向楼梯翻过栏杆 抱着柱子 直接滑到地下三层 伊涵奔向文具店 随手拿起一个钢铁侠面具戴上 不过是另一个十秒 飞人的反应时间 我们走吧 伊涵翻过楼梯 直奔地面到达广场 同时 一只成年人大小的螳螂 正破坏商科大楼的旋转门 怪物叫声请 自行脑补 扑哈 半语一声怪喊 伊涵的身体越过天空 踢击命中螳螂的头部 螳螂头爆出讨厌的扑声 清爽的秒杀 获得800经验值 等级上升到3 获得2体力 2魔法 3力量 3敏捷 《觉醒LV-MAX物理战斗专精》 如拥有净化材料 可升级技能 获得LV-13大螳螂的记录 讯息瞬间掠过伊涵的眼睛 突然间 奇妙的力量灌满全身 这就是等级 生物接触阿卡什记录所获得 决定力量的系统 透过杀戮 从而偷取对手的记录 甚至潜能 伊涵感觉到肌肉获得力量 心脏里大小的魔力 发出微弱光辉 稍微增大了一点 这体验可谓精彩绝伦 其他人体验了这个十年 真是妒忌死了 不过从现在起 我也一样了 伊涵降落地上 玩耳一笑 这不仅是因为升等 而是因为对手战的满意 和练习解体 而狩猎动物全然不同 这激烈和刺激多了 伊涵最爱的新知识和新刺激 正把它推向新的高度 同时 艾达不感兴趣地说话 你是不是打开了 享受暴力的新世界大门 对 找天要好好揍你一番 布满昆虫的广场 陷入宁静 昆虫群 看来不相信自己的同伴 被轻易干掉 宁静不过维持了一瞬 怪物的视线 集中在杀死螳螂的人类身上 也许因为团结的缘故 就连攻击其他大楼的怪物 也注意到一瞰 转向一瞰投以敌意 至少有四十头怪物 看在眼内同时 一瞰冷静说道 现在我想起了 我没学过怎么以一敌众 跟着身体走就好 反正凭它们 也杀不死你 以爱达话语做讯号 义涵主动出击 仿佛在等待此刻 昆虫怪物也动了起来 QEANE 首先来袭的是一只卷起滚来的 在那上面 一只苍蝇形怪物 偶心地拍一飞来 义涵先扔出桌角 把苍蝇抱头 再拿出腰间短毛 砸向鼠腹 发出切西瓜般清脆声音后 鼠腹的甲铐爆开 神奇的桌角仍保持着形状 获得700经验值 觉醒LVMAX毛术专精 如拥有净化材料可升级技能 获得LV11大苍蝇的记录 获得850经验值 等级上升到4 获得2力量 1敏捷 1体力 1魔法 获得LV14大鼠腹的记录 还挺好用 上面 看来是苍蝇的同伴 还是三只同时夹击 义涵扎扎舌头 以鼠腹尸体当踏板 一跃而起 折断蚊子净化的危险的嘴巴后 义涵挥动短剑 破坏蚊子头部 获得400经验值 获得LV7大蚊子的记录 此时 另一头怪物 迅速绕到义涵背后啃咬 在义涵察觉同时 血盆大口咬了下去 但却与义涵的背景无缘 低等蚊子不但咬不破 义涵的厚皮 反倒让蚊子受伤 你竟敢 放开手中蚊师同时 义涵后跃挥动短毛 短毛准确击中蚊子的口 顺势砸头将其击落 鱼下一只充满敌意的拍异禁机 却被义涵抓起细管甩动 获得300经验值 蚊子突击 抓着蚊子落地的 义涵顺势挥动 正击中凶暴的冲来的黄蜂 蚊子被黄蜂的蛰刺毙命 也许黄蜂进化后 终究也只是黄蜂 黄蜂在刺激后 也一同死去 可谓壮烈死亡 获得350经验值 获得580经验值 等级上升到5 获得2力量 1敏捷 1体力 1魔法 获得LV十大黄蜂的记录 死于自己的攻击之下 看来还没完全怪物化 不过 等级为失魔 嗯 呼 真爽快 无视爱达的碎面 一寒一开目光 碰巧前方有一只 跟刚才相同的螳螂 只是体型大上了1.5倍 被一寒发现后 螳螂立刻挥帘 一抹危险光芒 嗖嗖地直取一寒 一寒后 羊躲过镰刀 顺势向后投出短毛 把从另外方向飞来的苍蝇 击至断气 一寒腾空双手后 马上借一个后翻 和螳螂拉开距离 获得380经验值 怪物增援来了 QEF QEF 怪物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 苍蝇 蚊子 螳螂 鼠腹 蜀 蜈蚣 就连蟑螂也有 一寒扎舌 动了起来 呵 Coke 一寒双手挥舞余下的两只短毛 轻松地破坏怪物的头颅 蜂拥而来的怪物群 如今只像一堆倒在蚊箱前的蚊子 获得700经验值 获得550经验值 获得950经验值 等级上升到6 获得一力量 二敏捷 一体力 一魔法 昆虫的体液渐满一身 但一寒毫不在意 昆虫又怎样 对一寒来说 它们现世只是让一寒发挥长久锻炼成果的对手 在怪物堆中像风暴般狂舞的一寒 一半进入了忘我之境 一段时间过去 一道闪光映入眼帘 嗯 正要刺向一寒的黄蜂 一声不吭倒向地面 一寒抬头 视线与一鸣向自己伸手 不 准确来说 是向一寒在树枝不进昆虫尸体当中的黄蜂伸手的少女对上 和带着在商科大楼地底文具店贩卖 廉价绿巨人面具的少女对上视线 糟了 选钢铁侠输了 复仇者联盟二个 别再废话了 快杀光这些怪物 艾达的话确实有理 一寒只好边撅嘴边着手清理怪物 带着绿巨人面具的少女 也从手中发出雷电稳定击杀怪物 雷电的破坏力 着实惊人 难以置信的魔力量 才过一天 怎可能成长了这么多 她是不是跟我一样 疯狂升等 啊 可能是这样 你怎知道 升等能回复魔力 因为我每次升等 也会恢复体力 当绿巨人加入战团 情况很快就收到控制 一来就没多少怪物剩下 二来她的攻击 也能让怪物一击毙命 也许军方 以德西学校被怪物袭击 不久 一辆卡车 载着数十士兵赶到 然而 士兵看到的一幕 并不是一个不满怪物的广场 而是一个戴着钢铁侠面具的男人 飞踢把最后一只蜈蜈蜈 一分为二 很抱歉 这烂卡车 开不上山坡 哇 获得七百经验值 等级上升到七 获得一力量 二体力 二魔法 华丽的无视士兵同时 意涵翻过蜈蚣的尸体都农 不是应该有四魂之欲的吗 犬夜叉梗 如果你是指魔石 这倒是有 哦 真的有吗 你不是说学会解体吗 对昆虫魔物的话 你要的是 甲铐中被魔力影响 最坚硬的部分 和魔石 我会告诉你具体位置 开始吧 OK 等我一下 一函 他在最小的大螳螂的关节上 折下了螳螂帘 正前往广场的士兵 被折下得止步不前 这家伙是谁 他等级到底有多少 才过一天 他到底做了什么 刚刚是飞踢啊 无视其他人的对话 意涵开始人生中 首次解体怪物 意涵把吃不了的昆虫肉 丢到一旁 跟从爱达的指示 拿走了最坚硬的甲铐和魔石 螳螂的镰刀十分锋利 因此来到解体大师 柳一涵手上时 就如刨钉解牛斑 切开怪物 觉醒LVMAX解体术 撇开士兵部说 就连少女也只能目瞪口呆 看着意涵 敏捷的解体怪物 确认所有怪物消失了后 躲在建筑里的人 开始缓缓出来 但也只是对意涵望而却步 就是这吗 切开甲铐铐石 一颗蓝色小石头滚了出来 意涵拾起低声询问爱达 爱达则点了点头 这就是魔石 魔力的结晶 作为高效能源同时 也是所有手工品的本源 意涵在草地上磨了磨 把磨石收进口袋里 然后转向下个目标 当然 作为一个有风度的韩国男人 意涵默然指少女打倒的怪物 被少女打倒的怪物很好辨认 都有着烧过的独特痕迹 不是所有怪物也有磨石 也不是每一只有着坚硬甲铐 因此 这比意涵想象中的一片狼藉好了点 总共有八颗鼠力般大的磨石 三颗鼓力般大的 一颗黄豆般大的和几片人头般大的甲铐 呼 哇 如同刚完成耕作的农夫 伊涵抬起头来 不知何时起 带着绿巨人面具的少女盯着伊涵 一动不动地盯着 不论是围观群众 还是姗姗来迟的士兵 所有人屏息静气 看着两位英雄对峙 首尔的两位最强碰面 也许不以韩国做单位 甚至可能是世界最将的两人 这场面到底有多历史性 啊 少女小心翼翼地说话 比想象中冷静和平稳的声音 你能不能帮我解铁 伊涵想了一下 回答道 我能分多少 这就是边缘人与女帝的初次见面 百分之三十 不 我给你百分之四十 绿巨人面具这样慷慨 他毫不犹豫地解体了 绿巨人面具一边看着他 一边感叹他的解体技术 仿佛他与螳螂连刀浑然一体 当然 其他人是没法这样的 那个女人肯定是女帝 虽然变弱了很多 但那闪电百分之一百是他 他今天来学校了 他是个学生吧 看看他身材 安静 你靠近的话 就会被闪电打中了 我就是想这样 不过 那钢铁侠是谁呢 士兵应该保护的市民 自己杀死了怪物 所以 他们也傻傻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 看来是领导人的二等中尉 深深叹了口气 然后向上级报告 士兵们偷偷地描着绿巨人面具 称呼他为女帝和崇拜着他 柳一涵为这些士兵感到可怜 从十年的异世界回来后 不到一天就要当兵作战了 但说实话 这不是他可以关心的事情 那么 那个钢铁侠是谁 啊 他是怎样攻击的 是从手心发出光线吗 不是用斧子吗 他只是把周围的怪物 挥来挥去吧 柳一涵的隐蔽技能扭曲了现实 他想制止那些胡言乱语的人 但他忍住了 继续挥动着镰刀 发出微光的磨石 从苍蝇的屁股中飞出来 完成了 柳一涵在半空中精彩地接着 然后交给了女帝 他礼貌地点点头 表示收到了 谢谢 他在女帝的交易 拿到了百分之四十的报酬 女帝把战利品放到包里 然后转头离开 等等 或许是收到了上级的命令 二等中尉走向了他 但在接近到他的三米前时 他被一个微弱的闪电击中而停下 那闪电可以让人不受伤害 而停止活动 那不仅需要在力量上 控制上 也要到达顶峰 如果神看到这场景 那摩他可能会大喊 就是这样 我派人类到异世界 就是为了这样 看到这画面的人在窃窃私语 厉害了 看起来很痛 他一定很舒服吧 他被女帝的闪电打中了 一定很舒服吧 我也想被打中啊 这里就只有变态吗 在注目的女帝离开后 柳一涵也站了起来 把甲虫的壳剥去 再把它当成托盘 把其他壳堆在上面 那四条桌角早就扔掉了 人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了 那时他很难在混乱中 把全部战利品带走 但他又不能放弃 这些怪物的残骸 他要怎么做呢 柳一涵陷入恐慌中 就像他五岁那时 被阿姨问你喜欢爸爸 还是妈妈 一样 不过他的痛苦毫无意义 因为当大家不再看向女帝 而重新聚焦在他身上时 已经看不到柳一涵的身影 哇 他去哪里了 太厉害了 他肯定是以 我们看不现的速度离开了 成大恩博尔特 注 尤塞恩博尔特 短跑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 成大恩博尔特 唉 我就知道会这样 虽然是他希望的情况 但柳一涵实在是心情复杂 尤其当二等中尉 一脸严肃地找他 而找不到时 更让他心痛 他叹着气离开人群 想回家 吃他妈妈煮的饭 他下山后才想起 他把书包留在客室里了 柳一涵取回书包回家后 和他母亲吃了晚饭 看着学校的怪物事件 在全国播放着 而有点得意 然后他父亲也遇到一点事 一脸惊恐的脸回家 之后 柳一涵锁上门假装睡着 静静离开了家 手中提着一个袋子 里面装着一堆昆虫壳和工具 你到哪里 哪里偏僻的地方都行 其实今晚哪里都默认 因为整个韩国 特别是首尔 因为下午袭击大学校园的怪物大军 而变得极为惊恐 他随便来到一个附近的公园 把这昆虫甲铐 倒到地上 他想打造一些防具出来 果然这不够造一件护甲出来 而且他也不是金属 不过应该可以打造护腕和护膝 他想尽快打造一件护甲 但这些昆虫壳太难处理了 这些不会像金属般融化 所以他只能做些手工艺 而不是锻造 不过 艾达就连这样简单的事 也觉得担心 怪物的残骸 是很难处理的 在地球出现合适的工匠前 最好留着它 你说什么 柳依涵戴上手套反驳 最好的工匠不就在这吗 哦 利塔呀 艾达似乎很喜欢利塔呢 柳依涵不兴趣地嘟囔着 在包里拿出一把锯子 开始工作 这时放弃了的艾达 注视着他说道 毕竟你留在一个没有魔力的世界里 所以你不知道附魔的方法 那是什么 那个听起来很强大的名字 它是指利用玛丽结晶 例如磨石 把当中的力量 附加到防具的方法 换言之 制作手工品 教我 柳依涵的眼睛 燃烧着对新知识 和新技术的热情 他举起艾达 放到眼前 大声说道 就像在催俩 就像在催促着他盘 教我 太近 太近了 我会教你 把我放回头上 他乖乖 把他放回头上 艾达深呼吸一下 把柳依涵那张劲 到能把他吃掉 物理上 得脸忘记 然后说 魔力不只能作用在身体上 而且普遍地用来制作装备 严格来说 附魔的概念 是从锻造开始的 现在就算我想 也不能锻造了 所以告诉我加工的方法 我欠你的吗 教我 我说过 我会教你 他回到天堂后 一定要向利塔抱怨 要他管好他的男人 成分就是制造防具的材料 再加上磨石 或者类似特性的魔力结晶 例如龙之星 不要用这样伟大的东西 做例子 吓到我了 柳依涵一边抱怨 一边拿出磨石 艾达继续说 首先是基本版 你要在制作装备时 让磨石放在旁边 这不称为同调 制作完成后 你要把磨石磨成粉末 放在装备上 等待它吸收 然后呢 没了 工匠称这位完成 什么完结啊 根本就没开始 我不承认 这是工作 艾达知道柳依涵会这样反应 继续说道 当然还有进阶版 这方法不仅能提高装备的能力 而且还附上特殊能力 就是这个 你要教我 不过这方法对你来说很困难 它需要相当多的磨石 对于工匠的能力和意志 也很重要 先告诉我 他真的活了一千年吗 柳依涵有时候会固执的像个小孩子一样 艾达斟酌一下用词后说道 直到同调位置是一样的 但他多了一个阶段 为磨石的本质定下方向 这个过程被称为赋予 为本质定下方向 对于工匠来说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用磨砺 不过没有的话 也可以使用另一块磨石 来赋予这块磨石意志 意志 柳依涵轻轻嘟弄着 你可以期望他让持用者变得更强壮 也可以期望这个人变得更快 你可以期望 这个人能够抵御火焰 也可以期望 这个人可以发射火焰 根据磨石的质量 工匠的能力和意志 结果会相依很大 所以 艾达很难对现在的柳依涵 继续说下去 这是因为 无论是磨石的质量 柳依涵的魔力和意志 在他眼中都是最低的程度 柳依涵也知道 所以他没有追问下去 相反 他把袋子里的磨石倒出来 静静地开始工作 互膝和互腕 他流畅地切开 打磨 打孔 打磨 用强刃的皮绳连接起来 再打磨 虽然可能会认为 这种粗糙的作品 没食磨用 不过柳依涵 是为他自己夺身定造的 所以看起来还可以 虽然在天使眼中 这不能令人满意 但艾达也无法否认 他公义的出色 以致很难认出 制成品 曾经是怪物的一部分 完成后 柳依涵 把粗糙的磨石抹粉 并将它放到每个房具上 虽然 他从出生以来 从未做过这样的事 但他所有的动作 都非常流畅整齐 天使艾达看着时 甚至认为 优雅 你很熟悉这步骤 不是 但是一直以后 做过这么多工作 我明白到 所谓工作 就是寻找诀窍的过程 如果你没有最后这句 听起来可能会很帅 虽然听起来是个笑话 但对柳依涵来说 这是伟大的道理 无论他做什么工作 他都有能力 找到最有效的流程 然后应用在实际工作中 这种能力 不仅适用于简单的工作 还适用于锻造 解体和武术 艾达以为这是说笑 但如果他知道 柳依涵说的话的含义 那么他会感很震惊 这绝对是连技能 都无法再现的能力 你已经学会了附魔 基本版的护膝和护腕 已经完成了 艾达目瞪口呆地 看着他们嘟嚷着 你真的用这些破烂 造出了这种装备 这样你就能对付27等 30等的怪物了 考虑到你的战斗力 这很足够了 还没完 有剩下的魔石 是有剩下的魔石 其中最大的 有大豆大小 还有4颗米粒大小的 颜色相对比较淡 艾达立即明白 他想挑战进阶版 这不可能 我会当成是惊艳 柳依涵也不会保证成功 但他相信 不断尝试后 最终就会成功 柳依涵从来都是这样成功的 他一个人就达成了 这就是柳依涵的生存之道 艾达知道 柳依涵没有停下来的想法 耸了耸肩 不会再干预 这是因为 已经完成的制作品 已经超出他的想象 这些的魔石 也不会有安全方面的问题 然后 柳依涵从包里 拿出一件东西 唯一不是硬壳的战利品 这是大螳螂的镰刀 你想干什么 看着就行 他一手拿着所有米粒大小的魔石 另一手 他拿着左手护腕 大螳螂的刀片 和大豆大小的魔石 看着柳依涵奇怪的行动 艾达怀疑他 是不是莫明白他说的话 不论天使怎么想 柳依涵 还是闭着眼睛 使用魔石的魔力 抑制 米粒大小的魔石 开始失去光芒 然后一个接一个破碎了 柳依涵对魔力还不了解 但这时 他更清楚地感受到魔力 他更加专注 害怕自己会 失去这种微弱的感觉 镰刀 螳螂 米粒大小的魔石 全部消失了 在濒临失败边缘时 大豆大小的魔石 发出了光芒 然后大镰刀也发出蓝光 仿佛是在回应他 啊 也许 虽然艾达早知道会这样 但看到以这种形式失败了 也有点失望 唉 我什么也不知道 艾达身上流出了几手 非常少的魔力到护腕中 这时候 大豆大小的魔石闪亮了一下 然后和镰刀一起消失了 剩下的只有左手护腕 腹膜上升到LV2 失败了吗 没有 在戴上和收紧护腕后 柳依涵自信地回应道 在确认戴上后 他呼出了一口气 然后冲到旁边的鞦韆挥拳 他没有接触到鞦韆 就这样擦过他们 然而 连接鞦韆的两条铁链 被切断了 鞦韆跌落到沙中 柳依涵立即举起左臂 摆正姿势 啊 看到了吧 在户外上有一把尖锐的镰刀 垂直凸了出来 这把镰刀一般时候会收起来 只有他有着念头的时候 才会弹出来 麻烦了 虽然我的确是给了一点魔力 但我不知道 你会否成功 既然知道可行 你要做的事就多了 确实会变得麻烦 不 不是这样 柳依涵迅速地收拾好物品 把包放到肩上 然后开始拼命跑路 我破坏了鞦韆 所以我要快点逃跑 我会使用恢复魔法的 所以快给我回去 柳依涵仍然保留着 粗暴对待物品的习惯 那是 他在被遗留时学到的 一涵涵扫荡 低等怪物的一日 星期五 一涵再次离家上学去 尽管星期五末课 一涵啊 你要上学吗 小心点 看到怪物记得逃 其实待在家就好 今天没事的 妈 记得留在家里别出门 知道吗 大一登记课程时 一涵成功把星期五排成休假 具体细节早忘了 但现在待在家太无聊了 由于跟自己分开了十年的缘故 妈妈担心孩子的技能早已爆满 因此 在家时 一涵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 吃爆米花 但一涵总不能告诉自己 忧心忡忡的母亲 虽然自己用不了魔力 但因为锻炼身体到极限 所以其实很强这事实 因此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糊弄十年后 忘了儿子时间表的母亲 溜到外面去 我知道她的感受 但是 这正是一寒出门的原因 在强大怪物出现前 尽量变强 获取强力技能和适应魔力 保护自己的双亲 让他们过上安稳的生活 我想要个工作房 还有车子 那你要赚钱 我想快点使用魔力 那你要升等 我还想弄些好点的房具 那你要干掉高等怪物 没错 最后结论 就是要狩猎怪物 因此 一寒肩上挂上大包 手持盖上部的钢毛移动 一寒正独自寻找怪物 当然 由于最近发生了校园入侵 等连串怪物袭击事件 现在的韩国 就像战时戒备状态般 然而 对连神明 也能躲过的一寒来说 躲过区区军方的视线 简直易如反掌 不 其实被发现 也没尸磨大不了 但实际上 所有人的视线 就像特意避开一寒般 根本默认看见他 真悲哀 这边真能找到怪物吗 你是不是看不起 作为高等存在的我 相信我 就算躲在天花空调夹缝的 史莱姆 我也能找到 面对爱达 自吹自擂 他的怪物雷达 一寒只是哼了一声 这时 一寒在经过的橱窗电视里 看见熟悉的地方 一寒不自觉停下脚步 看向电视屏幕 与此同时 一寒马上知道了 自己就读的大学校园 还不止这样 在画面里无双的 正是钢铁侠和绿巨人 政府正寻找两位 在灾难现场突然现身 打败怪物拯救市民的人士 据报为S大关联者的两位能力者 在怪物群出现后 马上现身 在伤亡出现前 打倒了所有怪物 随之失去踪影 研究人员把这两人称为超能力者 并推断两人 可能对魔力的适应力特别高 在回归后 以取回和提升数个技能 S大 成军管大学 你还没有资格进行研究 大灾变以来 世界各地相继发生灾难 人们对怪物的急速增值感到忧虑 并要求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应对 政府目前政治力筹组精英部队 以两位超能力者为中心 听下去根本没意思 伊涵对自己不能使用魔力 已是烦躁 现在竟然叫他做超能力者 伊涵怒得想马上挥毛 但想到之后 得听爱达对自己说叫 怒火悄然平息 伊涵不屑地择了一声 转身离开 当然 伊涵不会这么正直跟政府合作 伊涵的首先要保护的自己 然后是家人 到头来 新闻让伊涵想到另一人 那绿巨人面具 他叫女帝是吗 你对他有兴趣吗 虽然戴着面具 看不见容貌 但他的身材确实一流 如果等级够高 种族补证会让他变得挺漂亮 应该能期待一下 毕竟 男人都是看 不 我对那方向莫兴趣 真的吗 没错 一涵本来就不擅长说谎 这回答 看来是事实 艾达听到这答案 当下就浮现性无能 这想法 因为在艾达一个天使眼中 女帝也是充满魅力 当然 一涵不是真的无能 一涵自己也常怀疑 看见漂亮和身材傲人的女生 感觉莫以前那么兴奋 背下前 明明一切也很正常 一涵一直莫多想原因 但现在想了一想 马上就明白了 大概是因为 我太习惯看着丽塔了 啊 艾达哀伤的认同 大概就是这样 你跟天使丽塔相处太久了 所以对着人类女性 跟无能无异 我不是无能 不 是 这话题十分敏感 因此 一涵不得再三强调 然而 就算在街心无能无能的大喊 街上也默认看过来 这让一涵感到更加可悲 尽管没人 会对自己在意 一涵压低的声音 向艾达表达重点 我是对那能力有兴趣 操控魔力的能力 哦 原来是这样 对能直接加工怪物假装的你来说 这没石魔大不了 女帝之名听起来挺气派 主神把人类送到异世界 就是要创造出这些人物 除了我 除了能犯宇宙级 隐藏自己的你 一涵想着 艾达比利塔 更快用丰富的言语 跟自己交流 思考同时 一涵也不忘继续移动 等等 终于找到了 在附近 如此同时 艾达停住了一涵 从艾达坚定的声线 已看出势态不凡 一涵如同挑选薯片口味般 小心翼翼问道 多少 七十 什么 一涵的惊讶程度 让他差点 以英文回答 是一群 由三十五等恐狼带领的怪物 不是在地下城中 而是在野外 你是不是忘了 你昨天不是 说大灾变初期 不会有高等怪物 顶多出现在地下城里面吗 怪物们莫被骗进去 他们的智能太高了 在一寒无语的短探时 艾达继续前 也常常叹了一口气 其实 我昨天也觉得奇怪了 不论怎想 等级十家的怪物大群 出现很有问题 那你怎么反应得很平静 我不想在低等存在前 表示动摇 艾达回答的语气 变得冰了 丽塔以前也是这样吗 对在两人之间 筑起高枪的艾达 一寒感到些厌烦了 不停强调自己地位 偷偷贬低人类 让艾达看起来很傲慢 丽塔就像自己的姐姐 一寒很是挂念 这时 艾达打断一寒的思考 不过 现在我要请求你协力 所以会把真相告诉你 现在地球的状态不正常 就连站着说话的时间也不浪费 艾达扯着一寒的头发只是方向 在体验座位被英雄操控的机械人跑步同时 艾达继续解释 你应该知道 在人类大迁徙同时 换言之 你被一下的时间里 其他物种都被留在地球里 对 我还解体过当中几只 才杀几只 丽塔就已经颇有威严了 为了维持时间的平衡 别无他法 我们不能太偏袒人类 反正 跟你不同 动物不被允许改变 好吧 主神认为 这就够了 主神认为 把动物放这个十年 等待人类回来 应该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不知为何 一寒已经知道 艾达要说的话 然而 因为不明的错误 地球的时间轴有点偏离 在其他星球过去十年同时 地球过了一千年 一千年 一如所料 艺涵被吓到了 我还以为 大概过了一百五十年 是一千年没错 不是三百或者五百年吗 millennium 终意著 英文一千年的意思 妈呀 无视艺涵对过去的恐惧 艾达继续 虽然在人类回来的同时 重制了世界 但没有重制动物的心智 这可是一千年 想想看 原本只能活十年的生物 结果活了一千年 莫任何改变才怪 这就刚好发生在 时间停止流动的一刻 那结论呢 地球上出现的怪物 很可能比异世界的怪物 压倒性强大和聪明 我们完蛋了 我们不会让这发生 艾达如此宣言 这话一出 就连刚才觉得艾达傲慢的意涵 也开始对他改观 我已经向天堂回报了 为了调整平衡 大家都在努力 但这需要点时间准备 柳一涵 有没有兴趣在这支 前东奔西走 接受的话 会给予相应奖励 这就是艾达的意思 在方案预备好前 成为人类的盾 艺涵苦笑回答 听起来挺痛苦和艰难 我不否认 艺涵停下脚步 真诚地说道 不过也是我喜欢的原因 这想法有点自虐 但比起抽身旁观 艺涵更喜欢行动 活了无尽岁月 又或者如艾达所说的千年岁月 艺涵迎来了改变 除此之外 接近无人体验过的未知领域 还甚至让伊涵感到踊跃 如果死不了的话 如果觉得危险 我会逃 你不可能会死 你太低估自己能力了 艾达哼了一声 艾达已经一瞥一寒的能力 昨天以一敌众 使用怪物材料制作准手公平 今天出门拿着的钢毛等等 艾达完全低估了一寒 三十等怪物 别开玩笑了 艺涵才不会对这极数的怪物感到困扰 充满能力和技巧 超越极限的锻炼 艺涵的身体 就是就最佳证明 怪物很快就会出现 它们会露出獠牙 吞噬人类 攀上更高 在这之前 在阳光之下 艺涵解去毛尖布条 戴上钢铁侠面具 握紧钢毛 昂首踏前 就在这时 艺涵感觉到了 比校园时更畏强烈的杀气 艾达大喊 把怪物的獠牙 西数拔掉吧 戴行者 他脑袋变得一片凌乱 他随便以为 不超过二百年 但实际上 已经经过是一千年 经历了一千年 而变降了的动物 在进化成怪物后 为这常年的孤独复仇 可黑啊 但那又如何 柳怡涵在发现一群 在街上出现的怪物 和领导它们的巨型恐狼后 一边思考 一边加速着 无论过去了多长时间 也无法改变它的现状 我不会知道 地球上的怪物 会比一世界的怪物 强大多少 因为我从未去过那里 它X 这都没关系 不过 我相信一件事 我比那怪物更强 可好味啊 由于柳怡涵被动的隐蔽技能 巨型恐狼不知道它靠近 而被它的钢毛刺伤了脸 精确地把这条长毛刺进狼的眼睛之间 把所有东西都刺穿了 它的钉状皮毛 坚硬的皮肤 收缩着来阻挡异物的复杂肌肉 以及笔钢坚硬的骨骼 粉碎了它的大脑 你获得12904经验 你获得了LV35棕色恐狼的记录 你升到九级 增加四力量 二敏捷 二体力 二魔力 没有取得任意职业 你不能到十级 取得一个职业之前 所有得到的记录 都将取得职业后进行计算 你将可能实现所有记录 从以下的职业 你可以选择 与此同时 柳一涵吸收了恐狼的 大量经验和记录 大量文字出现在它事前 然而 柳一涵还没有机会 认识到这一点 就已经不得不快速移动 街上的怪物 被手领的死下着 更凶猛地袭击着它 它X 怪物来了 太多了 只有一个人在和它们战斗着 等等 我要从我手中放出火焰 军人呢 真是的 每当我们需要的时候 它们从来都不在 在柳一涵发出先发攻击的同时 人们也意识到 怪物的攻击而乱作一团 它们安静地逃跑 冷静地报导 寻找军队 或是寻找标牌保护自己 不过 它们似乎没有白白地去一世界十年 它们冷静地对怪物做出反应 虽然有些笨拙的人 试图用不存在的魔力 发出已经没有了的火球 一只野狗不屑地藐视那个人 低声咆哮着攻击它 柳一涵预料到这情况 而挥了一下枪 将它们全部分开 然后踢向地面 它用力踢向地面 利用反冲力 像炮弹一样冲出来 这情况下柳一涵 把身体前倾集中力量 双手将毛对准前面 矛头镜头指向着 正要攻击那人的野狗头部 Cack 你获得了1700经验 你获得了LV18彷徨狗的记录 对于一只狗来说 它的名字太酷了 在心想解决了的同时 柳一涵降落在地面 从一开始 就没有偏离目光的怪物 在它们的同伴死后 用我要杀掉这个家伙 活下去的眼神瞪着柳一涵 并缩短与柳一涵的距离 无论如何 幸运的是 现在其他人没有危险 退后 柳一涵回头警告 然而 这个被救出的 无法用手发射火焰的男子 看到柳一涵的钢铁侠面具 很惊讶而大喊着 钢 钢铁侠面具 有人听到后 不禁说道 或许是程大恩伯尔特 什么 你刚才 说是程大恩伯尔特 那个便宜的钢铁侠面具 真的是程大恩伯尔特 从某一时刻起 那个令人尴尬的绰号 就被传开了 柳一涵忍着哭的心情扭回头 他的感情是复杂的 他对自己被熟知有点高兴 但他还是很伤心 我说退后 尽你所能 程大恩伯尔特 哇 好强 在一天之内 他变成这样 升了多少级 他肯定得到了第二职业 返回者正很好地适应着这一情况 他们都远离自己 并观察战斗 有人甚至拿出智能手机 用视频记录柳一涵的战斗情况 柳一涵认为他戴着口罩 挥舞着钢锚 真是幸运 如果他是用普通钢材制成的话 那么他的锚就会被撕裂 而不是通过打碎所有的牙齿来展现他的威力 你获得了3300经验 你获得了LV26灰狼的记录 你获得了1950经验 你获得了1500体验 无数文字出现在他的视网膜上 尽管杀死了很多怪物 但他并没有升级 他认为是与职业或者他在杀死恐狼时谈出的东西有关 但由于怪物没有给他休息的空间 他没有时间阅读并确认它 当然 这些怪物都是可以秒杀的 所以 无所谓他是否升级了 但当他击杀了大约20个怪物时 从怪兽群第一次出现的那个洞里 一只大型狼突然大声地嚎叫起来 不 这是第二强的怪物 他好像在传达一些命令 所以要小心 所以 他们有控制权并下令 嗯 听到艾达的警告 这让他立即意识到 怪物的智慧很高 他在心中提高重视 我听不到 人们在那里大声聊天 重要的是我和我用毛刺杀的东西 那一刻 有五只野狗远离他 只有在警戒的时候 才会同时攻击 卡汉 左腿 右腿 右臂 左肩 头 他们在攻击他时 攻击他身体不同部位的身段 提醒他人类的欺凌行为 忠意诸 擦伤是合击术 这是一些武术 但他基本上是欺凌武术 呼 当他看到这一幕时 柳依涵选择的举动 就是攻击 如果他后退了 那么他的姿势 就会变得不稳定 并出于一种 容易受到连续攻击的状态 如果他防守了 那么他某个地方 就会被咬上 右脚踏出 俯身向前 用枪击碎了瞄准右腿那条狗的头部 其尸体仍然卡在毛上 他挥动着他 击中了瞄准他左腿的那只 被推算为几十级数据的力量 来攻击野狗的身体 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场景 你获得了1300经验 你获得了1250经验 开AAARC 然而到那时 第三只狗 已经距左肩的 250PX之内了 即使他挥舞长矛 也不会击中目标 他松开拿着长矛的左手 挥动手臂 这时 从他手腕上伸出的锋利的镰刀 割开了那条星号星号星号 他收回左臂 用双手握住矛 用他的左脚踏出了地面 用长矛重重地摔在地上 用冲击摆脱了狗的尸体 在第四只和第五只狗 正要咬了他的头部和右臂时 他在他们的前行轨迹上 分别向上弄击 哈 哦 卡汗 锋利的毛间 由于阳光的照射 而发亮的那一刻 两具尸体被劈开摔到地上 你获得了1400经验 你获得了1330经验 最后 在地上哀嚎的狗 有一半嘴已经掉了 柳一涵踩上了最后一只狗的头上 结束了战斗 他一眨眼 功夫就解决了五个 Kan 无论如何 他发现 那只哀嚎的狼 好像在蔑视他 柳一涵抬起头来 想冲上去消灭他时 他的视线中 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场景 Cock 请 帮助我 Q 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是分散他的注意力吗 他在几秒钟内迅速获得了人质 在哪里 人质并非来自街上 此刻街上的人们意识到 有人质事件之后也感到震惊 人群分为好鸡派 比如来不及逃跑的人和决心拯救人质的人 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了 这些怪物出现和柳一涵发现 这些怪物并不在同一时间 换句话说 这些怪物已经袭击了可能不止一次 并且可能从那时起已经获得了人质 他看着柳一涵 他那令人厌恶的嘴巴和明显的呼吱声 好像是在嘲笑他 尽管艾达说杀死人类 以获得经验和记录是怪物的本能 但他暂时压制了 试图将柳一涵掀翻的本能 该行动的目的是阻止 柳一涵的行为 他认为由于人质被踩在狼的脚下 柳一涵就不敢正常行动 纳致狼攻击这一弱点 以最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来克制柳一涵 这是一种只有精通人类心理学才能看到的策略 如果真正模想的话 那他就错了 在发现状况的那一刻 柳一涵毫不犹豫地将毛笔直地扔出去 克克 柳一涵行动的同时 那头狼惊慌失措 他脚上用力想杀死人质 但长毛已经投出 无法收回 这样的威胁毫无意义 狼不算太晚想到这一点 他试图杀死人质 然后避免袭击 在他将要采取行动时 钢毛穿透了他的头部 你获得了六千七百经验 你获得了LV32狡猾巨狼的记录 柳一涵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他想去挽救陷入绝境的人 即使必须竭尽全力 也会去帮助他 对于在无人居住的地方 生活了一千年的他来说 一个活生生的 呼吸的人 已经成了一个宝贵的存在 然而如果有人问他 你会为救人而让自己陷于危险吗 他便会一笑了之 对其他人也一样 一个人必须尊重自己的生命 就像尊重别人的生命一样 他与罪犯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可以立即判断 行事并采取行动 而不像在危机面前惊慌失措的 可能自私的其他人 在柳一涵扔毛杀死巨狼之后 剩下的狼和野狗同时袭击了他 很明显 他们试图在他失去武器时采取行动 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柳一涵他学习了各种无限制格斗武术的身体 即使没有独一无二的钢毛 也足以杀死他们 呼 柳一涵笑了笑 现在可以缓解一些因沮丧带来的愤怒了 他的身体冲向他们 天 猪 哇 即使在三伏天 我也无法杀死那么多狗 终一注 英语中将三伏天称谓 Dogdays 源自于天狼星在太阳之前升起时 夏天就将来临 你看到戳眼睛了吗 看看他用他的食指和小指戳眼睛 只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很宽 那是多么细致的人 有没有人救了那个女孩 快 他要被怪物追上了 二排 赶紧行动 就在这时 士兵们赶到了现场 幸运的是 当他们到达的时候 怪物由于失去了他们的首领 而四散攻击平民 军队成功地在他受伤前 救出了崩溃的人质 而在这之后 为了一只怪物 他们 别开枪 成大恩博尔特在里面 你们应该早点来 士兵就像往常一样吧 等等 不要开火 你有没有听说 有一个人 由于人们的抗议 在他们 还没来得及开枪之前 不得不慌张地收回他们的枪管 与此同时 柳一涵像水一样移动 一个接一个地 切断了怪物的呼吸 在他击败了二头首领之后 似乎没有一个新的领导者指挥 以至于怪物的战斗方法 变得简单 而狂暴的柳一涵 可以在三分钟内 处理那个地方所有的怪物 这是一场真正的屠杀 你获得了一千一百经验 呼 柳一涵切断了最后一只野狗的呼吸后 疲劳充斥着他的身体 他喘了口气 抬起头来 于昨天 看着他在学校内横冲直撞时 相同的眼神 无情地打击了他 有一个人给了他最尖锐的目光 那是牌掌的目光 一个头上顶着一顶贝雷帽的少尉 他看到柳一涵戴着的钢铁侠面具后 呼喊起来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成大恩伯尔特 你是谣言背后的罪魁祸首吗 士兵们以怪物可能再次出现的借口 赶走了平民 即使他们去了异世界十年 平民也不能在步枪面前吹嘘自己 对吧 人们顺从地离开了 呼 真幸运 我们再次见到你了 他遇到的两个士兵 怎么可能都是女人呢 他很好奇 但事实就是如此 他知道 士兵们想对他说什么 至于回复 柳一涵已经准备好了 我一直在找你 真的 当一个人要跟你说话使你 为什么要离开 我没有走 我就在你面前收拾东西 哈 如果我没穿军装 我不会被这样对待 我真的很沮丧 我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 少尉 成大恩伯尔特先生 目前莫听你讲话 柳一涵伸出手握住长毛的头部 像刀一样来拆除怪物的身体 只有通过锋利的毛 才能处理野狗和狼的皮 这种操作很难受 但他并无选择 他应该安排一天的时间 做一把刀 此外 他还需要一个个人工作区 只是 听他人说话 不听 不干 不帮 柳一涵立刻回答 所以 你不必说什么 你 你对国家和军队 有什么看法吗 他没有任何反对他们的东西 当韩国体育代表队 在世界范围的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时 他也感到骄傲 他也相信 韩国的历史和传统 是有价值的 他从不后悔 自己是韩国人 正是因为这种 对国家的归属感 才会直接影响到他的选择 和他的命运 仅仅如此 在一眨眼的功夫 剥去野狗的皮肤的柳一涵 有些困惑 当有很多狼尸体时 他是否真的需要 带走野狗的尸体 由于等级差异 狗的皮肤 牙齿和骨骼 是明显弱于狼的 当然 令人震惊的是 他的防御能力 仍比钢板护甲更可怕 你想买狗的躯体吗 我将为你拆解它 尽管刚刚在他面前宣称 不会与他沟通 当问题出现时 柳一涵轻易地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女少为目瞪口呆 无论如何 在柳一涵转头说 如果他们不需要 这些东西就好了时 他就恢复了神志 急切地大叫起来 我买 我们会买下他们 那我就把它卖给你 如果可能的话 摩石也可以 我不会卖 好的 爱 柳一涵一边处理狗的躯体 一边与少为讨价还价 少为说他 没有权利做出决定 并联系他的上级 那些知道 他们需要用怪物的躯体 来对付怪物的上级 立刻接受了于柳一涵的提议 然而 事实上 不仅仅在韩国 怪物出现在全世界 当然 如柳一涵所杀的恐狼 这样强大的怪物并没有出现 但是那些像流浪狗一样强壮的怪物 经常出没 这些都在来自韩国强大的军事盟友的K2 K3和手榴弹可消灭的射程范围内 但是 当柳一涵说他会卖掉尸体时 他们为尸摸点头 那是因为尸体的状态 军队遇到怪物时会射击 即使是对身体素质有信心的士兵 也会射击 那些达到流浪狗等级的怪物 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厚皮 导致士兵需要使用数十发步枪子弹 有时还需要手榴弹来杀死他们 因此 尸体的状态通常看起来很糟糕 皮肤会被损坏到 被认为是垃圾的地步 骨头会碎裂 因此 尽管可能将其用于研究 但不可能单独使用它 相反 柳一涵狩猎的流浪狗的身体状况如何 由于柳一涵会以最少的伤害秒杀怪物 连异世界的人看到 踏实都会竖起大拇指 称其为最好的猎人 即使直接出售完整的尸体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好买卖 但如果他的拆解技能也被考虑进去的话 他们将哑口无言 完整的尸体被分割成皮肤 骨头和肉 就像从一开始便是如此 解体的场景被传递给了少尉韩涅良的上级 不管他的手机摄像头的质量有多糟糕 韩少尉千万不要让他离开 用暴力以外的任何方法将他带到这里 但他说他永远不会跟我们谈话 即使你用美人计也要把他带到这里 这位军队的美丽的少尉韩涅良 在他出生后第一次听到了美人计这个词 他感到非常痛苦 如果殴打他的上级 他是否不得不退出军队 或者他必须带他去验光师检查他的视力 我将试着说服他 最后 他草根的爱国主义和手下士兵的态度控制了他 无论如何 在韩涅良抑制感情 用极小的声音结束电话之前 已经完成狗的解体工作 并将处理狼的尸体的柳一涵说 我想交换现金 所以请准备好 所以他说 先生 韩涅良想哭了 左右为难的女人 就是悲剧 另一方面 柳一涵在哼唱的时候 完成了拆除 不像昨天 他和昆虫怪兽的战斗 这次他 收获了更多 这是因为 与昆虫的甲铐相比 处理动物的皮肤和骨骼 更为容易 当然 狼的骨头不是金属 所以不可能融化它们 但它可以根据骨骼的先天结构 将它们重新制成武器和防具 而皮革毫无疑问 将成为良好的防御装备 不仅如此 他还可以用磨石制造其他产品 然而更重要的利润是磨石 尽管他在杀戮的时候并不知情 但是首领孔狼和副首领巨狼都有磨石 此外 与大螳螂的大豆大小的磨石不同的是 孔狼的磨石和一个杏仁巧克力球的大小差不多 看起来很好吃 不要这样做 磨石不是人类可以直接摄入的东西 你想被怪物的魔力控制吗 哇 柳一涵听到了爱达刺尔的警告 吐露出他的恐惧 因为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预兆吗 柳一涵 一个受过训练的边缘人 最终预言了 他话中的灾难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人类将会在贪婪的驱使下吞下磨石变成怪物 变得更强壮更迅速 而他将不得不阻止他们 柳一涵可以向自己保证 这不仅会发生一次 而且会多次发生 因为人类是愚蠢的 会重负同样的错误 意识到这件事时 他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量 柳一涵又把那些无辜的磨石紧紧地握在手里 磨石肯定很漂亮 是的 不错 除了首领和副首领的磨石 柳一涵收获的小磨石大约有20块 韩叶良看到这咽了口口水 由于他是制造产品的关键材料之一 即便在他去过的异世界加迪亚里 这些东西也能买一大笔钱 在地球 它的价值将会成倍的增加 当然 关于谁能创造出这样的产品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哼 什么 要我用美人界 当韩叶良想蠢事时 柳一涵收拾了磨石和被拆除的狼体 为了搬运他们 他暂时用狼皮做了一个袋子 然后把皮革 骨头和磨石放在里面 当他把他们全部放进去后 就剩下成山堆积的狼肉了 这能吃吗 假如你有弱毒抗性技能的话 听到艾达头脑冷静的话 他放弃了狼肉 然而 当他正要把包放在他的肩上时 韩叶良小心翼翼地走近他 用可怜的眼神问道 你能 卖掉一些磨石和灰狼皮吗 不 好吧 他怎么能如此爽快地拒绝呢 在他过去的生活中 他过去也是一样冷漠吗 当卖萌的韩叶良其魅力 莫能打动他的时候 他不得不忍住眼泪返回 他决心在回去之后 把士兵们打得半死不活 那一刻 现金送到了 一位中校级别的人员交付现金 同时 政府人员给予奖金 柳一涵想要退还奖金 但结果并非如此 据说幸运女神和不幸女神 总是成对出现 这似乎是真的 你真的了不起 想想 你只靠自身的力量 杀死了所有的怪物 从这句话开始的胡言乱语 完全被柳一涵忽略了 他只是静静地核对了一下钱数 总计3.7亿韩元 约32万美元 他的手微微颤抖 尽管经过了千年的训练 在那笔巨款面前 他还是忍不住紧张 虽然他驾驶过大轮船和高级跑车 但他还没有从银行偷过东西 无论皮革和骨骼的状况如何 考虑到流浪狗不到20级 这是相当慷慨的 他们很可能想和你保持联系 不出所料 就像这样对吧 柳一涵将包背在肩上 确认他们的凝视 在野狗价值无可比拟的狼皮上 他很放松地说 交易结束了 这是我的钱 对吧 当然是你 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卫视摸不了 我们可能很快会再见面的 嗯 柳一涵冷冷地反驳 他在拿出智能手机后 运行了一个应用程序 这是他昨天在校园广场 发现了一些事情后 才下载的应用程序 该应用程序的功能非常简单 他会在一瞬间 闪耀强烈的光 闪光之后 除了柳一涵本人之外 所有人都闭上了眼睛 之后再睁开 那 那是什么 他不在这里 他消失了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消失了 他等级到底有多高 他在异世界里 获得了什么神秘的魔法 不可思议 成大恩博尔特 不 是黑衣人 当然 毫无疑问 柳一涵仍然在他们面前 即使被动技能隐藏在战斗中并不起效 但如果他分散他人的注意力 隐藏就会再次被激活 柳一涵使用的就是认知上的差距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我的报告传达到 天堂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 我很抱歉 但在那段时间 我们需要继续前进 危险的怪物也会出现在其他地方 好吧好吧 把他放在安全的地方后 我们就出发 我也需要查看一下职业 柳一涵离开了那些拼命寻找他的人们 并开始行动 他漫长的一天 才刚刚开始 一涵很喜欢特务片 这是每个男人心底的梦想 帅气的西装 行歌的动作 不忘享受人生的特务 反派很酷 但总被主角打倒 还有漂亮性感的女主角 然而 一涵也不知道 自己居然会有荡上特务片主角的一天 女主角从缺 但头上倒有一个小巧天使 我用魔法 就不会被发现了 别担心 坑吃 我相信你了 身上背着3.7亿韩元巨款 让一涵快紧张地倒下 约32万美金 如果早知道 自己对金钱抵抗薄弱 地球时间停止时 就该去打劫银行 还练什么武功 你很快就会习惯了 你的话 终有一天会 拿着多一千 甚至一万倍的钱 就算你这样称赞我 我也不会分你 我又不需要钱 爱达认真地说道 但一涵只是轻轻带骨 知道自己的力量对怪物有效后 一涵仍在低估自己 一涵做事一向全力以赴 这次还拿到奖励 可谓实摩自我评价 还是这么低 一涵就是有着这种奇怪性格 也因此 一涵会努力不懈改善自己 这是因为一千年里闲下来 就会感到孤单 还是因为利塔的严厉教育 一涵也不清楚 一涵溜进一条偏僻后巷 把战利品留下 然后看着爱达施法 一涵感觉松一口气 那我们走吧 不 我要先选职业 居然连第一职业也没有 单靠锻炼 就能以这力量挥动武器 爱达的第一次动摇 感觉到两人的距离拉近 一涵不禁微笑 上次浮现太多子 我把记录拉上去了 该怎么拉回下面 阅读记录 我应该告诉过你 是地球迎来的改变 如果你想看职业相关的记录 记录自然会出现 爱达的话模糊不清 但一涵找到了感觉 就像第一次附魔那样 一涵闭上眼睛 回想上次看到的记录 拥有的记录会转化为可能性 能选取以下一项职业 1.枪兵 2.格斗家 3.剑士 4.工匠 5.猎人 23.刺客 不知何故 显示的全是RPG会出现的职业 但现在末时间深究 一涵缓缓翻过23个职业 陷入沉思 先撇除刺客吧 隐匿现在已经够了 如果存在感再变薄弱 一涵害怕自己搞不好会消失 毕竟 一涵现在不能用魔力 一涵亦因此不能主动使用LVMAX的隐匿技能 只能使用被动版本 不 其实一涵也不想用 只是这技能无消耗自动发动 关也关不掉 因此 一涵需要一个末魔力也强大的职业 第一次转职就有23个选项 与此同时 艾达对一涵首次转职的23个选项大吃一惊 接触阿卡西记录不到两天 就已经有23个选项 如果给多点时间 可能还能看到30甚至40个 有什么建议吗 枪兵或者格斗家 一涵也同意这意见 一涵席得了无数技巧 他有信心所有武器也能使用自如 但最习惯的始终是毛术跟格斗 这是丽塔建议的两种武术 也是一涵练习最多的武术 能让一涵想起丽塔 最有信心的武术 职业决定专精方向 但这不代表要抹杀其他可能性 在二次转职和三次转职时 你能各选一个副职 现在放心选就好 网上能找到相关的东西吗 互联网是给废材吹嘘自己见闻的地方 在异世界练到50等的人也不会浪费时间上网 对吧 你对互联网是不是有些不好的印象 艾达行使了尖默拳 一涵尊重艾达的心灵 闭上了嘴巴 在琢磨一会后 做好决定 我觉得枪名好一点 虽然我不太好奇 但能听听理由吗 破坏力的差距 因为武器大点 格斗家也能随心使用武器 就像亦涵现在的护手 除此也能打造其他的攻击装备 换言之 就是副武器 但毛不同 不需任何辅助 毛术本身就是把力量集中一点 从而贯穿对手的武术 亦涵有信心 以自己的能力和技巧变得更强 和以新遇到的材料 锻造新毛 这是完美看透自己能力的结果 艾达也推荐枪兵 但看到一涵自行得出答案 让他更未满意 尽管只有一刻 但艾达不禁如此想到 如果是这人的话 不是拥有变更强的资格吗 相比之下 对艾达内心莫兴趣的一涵 做好决定后闭上了眼睛 此时 在二十三个选项之下 出现了新职业 二十四 M 枪兵 M为拼音开手 长度与问号数量无关 艾达大为错愕 身体变得僵硬 都决定好了 还有新选项 再者 在枪兵前 还附上新前错 艾达深吸一口气冷静下来 询问艾达 刚刚出现了新职业 写着M 枪兵 前错 这是独特职业 居然首次转职 就有独特职业 艾达感到空前兴奋 虽然看不清全貌 但依涵隐隐觉得 这职业不错 这缺点 依涵可以接受 独特职业 只为艾人存在的职业 当一个人的选择 方向 记录 足以在世界 谱出新章时 所出现的职业 为艾人夺身定做的职业 表现不可能差 怎也好 选那职业 还有 M 这前错看来挺好 应该是破坏力特化的职业 毫无疑问 艾达同意 艾涵本来就决定要当枪兵 因此 毫不由于选择了M 枪兵 适合的职业 能力 积存的记录 给予了艾涵 转职位 朦胧枪兵 隐匿时 攻击力提升10% 毛类武器攻击力 提升10% 隐匿 毛术 技能进化条件下调 吸收积存记录 等级上升到18 获得11力量 12敏捷 11体力 11魔法 不能使用魔力 不能获得主动技能 在这刻 伊涵发现了 自己错误理解了 伊涵看到M 枪兵时 想到了魔枪兵 使用魔枪的职业 伊涵真心认为 这很棒 然而 现实是朦胧 换言之 存在感薄弱的枪兵 存在感薄弱的枪兵 是什么鬼 天啊 太合适了 实在无法反驳 正当伊涵想抗疫时 一股电流流过身体 未接应获得职业的成长 还有身体吸收累计经验 和记录的急剧改变 让伊涵感到头晕 在适应更降的肌肉 更快的双腿 更硬的皮肤和骨骼时 伊涵的意识远去了一瞬 这奇怪感觉 难以形容 不过 这感觉不太差 伊涵很是恼怒 但他决定接受现实 毕竟也没办法不接受 X 算了 我至少有变强 首个职业就得到两个独特技能 已经接近奇迹了 还是适合你的技能 前行时攻击 以毛攻击 相叠的话 那就会提升百分之二十攻击力 跟爱达说的一样 这样想同时 伊涵查看自己转职后的身体 无声的咕弄 此时 伊涵的状态自动更新 硬进眼眸 柳伊涵 人类 朦胧枪兵LV18 称号 泛宇宙边缘人 隐匿变为被动 力量 96 敏捷 102 体力 98 魔法 21 主动技能 隐秘LVMAX 附魔LV2 被动技能 近身格斗术LVMAX 毛术LVMAX 解体术LVMAX 伊涵曾经想过 在更换职业时 称号会跟着改变 然而 现实总是残酷 泛宇宙边缘人这称号 就像要一生跟随般 原封不动 有获得主动技能吗 不 没有 我就知道 不过你放心 大部分人的手指 也莫主动技能 但是 看你的成长速度 我想 你二次转职时 大概还用不了魔力 喂 喂 这不是很危险吗 如果人人也有 只有我没 是很危险 那么 如果你是正常人的话 艾达的话语 把伊涵的反驳 硬生生切断 在伊涵无言的时候 艾达微笑继续 正如我几分钟前所说 记录不会白费 如果第一 二次转职都没有 第三次转职 就会取得强力技能 正常人没有主动技能的话 要成长到第三次转职会很困难 但以你的能力 我认为应该没问题 你是说 这是学习几个弱技能 跟一个强技能的分别吗 理解正确 听到这解释 伊涵松一口气 当然 这不代表 伊涵会停止训练魔力 但艾达默告诉伊涵一个事实 伊涵这情况的特别之处 独特职业会 获得两个主动技能 不过这次没有 所以记录会保留 如果同样事情 在二次转职时发生 第三次转职时的时候 究竟会学到怎样的技能 单想想 已让艾达颤抖 会否有其他低等存在 跟伊涵一样 值得关注 艾达笑了笑 拉扯伊涵的头发 好吧 一动了 伊涵藏起了战利品 也获得了职业 剩下只有代行者的任务 伊涵呼地短叹一下 询问艾达 我该去哪里 你现在去找啊 什么鬼 对于艾达这怪物雷达 自称 德华 伊涵已见怪不怪 伊涵咬紧牙关 等待艾达抓好后 安全出发 你不是唯一的代行者 尽管不太靠谱 我回报天堂的时候 他们挑选了几个代行者 派遣了天使 所以 你大可只狩猎能力 范围以内的怪物 那女帝也是代行者 是吧 当然 不过 一所大学出现两个代行者 还真稀奇 女帝目的是什么 女帝在兰帕斯 成大学生 被吸进去的 一世界成长 而伊涵 则被独自留在地球一千年 跟女帝同一队伍 让伊涵感到些不自然 怎样也好 这是天堂指派的任务 如果你排行 成果比其他代行者多 奖励也会相应提升 全力以赴吧 这我喜欢 艾达的请求是这样 不是人们在水深火热之中 快去拯救他们 而是会根据你的表现发奖励 因此尽力吧 伊涵喜欢艾达作为传达天堂命令的天使 却莫满腔仁义道德 如果天使也这样 那主神可能也是个爽朗的存在 看看主神把所有人类 送到一世界那规模 不过 我不太喜欢这样跑来跑去 那你应该坐车 我比车跑更快啊 相隔一段时间 伊涵再次一边用手机上网 一边全速奔跑 一如既往 这是这应该比盲目跑 更好吧 想法的结果 莫其他特别意思 还有的 伊涵的行动得到了回报 漫无目的的奔跑 深深铠叹 身体变化同时 伊涵想也不想 点进了 谁说北汉山住的是老虎 这铁文 西八 熊比老虎还恐怖 士兵疯狂开枪也打不穿 真灵洞要倒了 涕涕 伊涵可能会遇到电影特效般 一头熊用找破坏便利店的场景 找到目的地了 伊涵抬起头 运气怎会这么好 伊涵刚好来到极鹰站的附近 全速的话 三分钟应该到了 距离大概为三至四千米 决定好就快点行动 艾达催促伊涵 伊涵直线加速 仔细地询问艾达 熊胆能吃的对吧 当然 艾达笑着回答 如果你有毒抗性的话 知道吃不了熊胆后 伊涵捶下了肩膀 但速度依然莫变 柳伊涵 在经过车站拐弯后急奔时 速度比六十千米每小时的车子还快 嗯嗯 这挺好玩 我会抓紧的 要不要考虑在半空翻个筋斗 你当我是过山车吗 尽管奔跑时声音大作 但不论是车子还是行人 根本莫人在意意涵 因为习惯了的关系 意涵完全莫放心上 人数在减少 警察在封锁地方 爬上坡到达真林街时 景色变得愈来愈奇怪 街上空无一人 途中换成了警车和军方车子 士兵用对讲机沟通 人们急忙跑下坡 人们拿着大袋哭着奔跑 场面跟逃难的难民无异 他们大概认为 现实不公平 在一时间花了十年适应 归来时 房子却被打不赢的怪物破坏 大灾变后的地球 教学期已经完结 人们发现 试炼过于残酷 就连因天使提供奖励 而行动的意涵 也感受到那悲哀 政府真的会提供补偿吗 人们的士气就是国家的士气 国家的士气会影响国力与团聚力 如果领导知道 他们不会无动于衷 伊涵在心里下定决心 不论政府有否补偿 要做的事也莫变 就是尽快打倒怪物 奔跑中途 传来像是爆炸的巨响 军队用了火箭弹之类吗 伊涵想到 这些蠢事 但事实不然 是一只七米巨熊 砸向一栋两层房子 房子倒塌的声音 U.O.O. 伊涵知道自己到达破坏现场了 开枪 开枪 穿着帅气军服的指挥大喊 机枪 步枪 榴弹炮的声音 从四方八面传来 然而 子弹穿透不了房子般大的巨熊 该死 这没有用 才大灾变第四天 这些某某就出现了 我们能做什么 咬着刀冲上去吧 能力者 能力者还莫来吗 愿意跟政府合作那个人呢 熊在改变方向 X 散开 现场混乱不堪 每当巨熊横冲直撞 不论汽车 路牌 建筑 全都被压坏 如此 街上一片混乱 建筑不停倒下 艾达看着这场景 扎扎舌头 连二阶末端的怪物都挡不了 人类的建筑太脆弱了 你知道 我们莫合式的材料 对吧 人们已经习惯了怪物 然而 这有什么用 不论建筑 材料 资金 技术 就连等级也没有 人们只有知识和经验 如果在意世界 这等级的怪物 根本不可能引起大乱 但此时此地 这熊就是罪将 如果没老虎 兔子也能当老大 这谚语十分贴切 韩国谚语 巨熊正式降临现代世界的灾难 方便起见 一涵把这状态称为X 我无人能挡 不马上杀掉 你在干什么 你不是害怕吧 二阶怪物 你能轻 时机 一涵打断艾达的催促 责骂般反驳同时 拿出毛握在手上 一涵感受到记录给予的力量 和朦胧枪兵持毛时的身体强化 隐匿时 提升百分之十攻击力 使用毛时 提升百分之十攻击力 也许这只是百分之二十 但对锻炼武功提升力量 到极限的一涵来说 这可差远了 感觉良好 一涵感觉 自己也许无所不能 一涵经历了许多事 因此 他深知自己的隐秘能力 一涵对这丁点 也莫训练过的天赋 感到无比侮辱 但不代表他会放弃使用这能力 作为被动技能的满等隐秘 给予先手攻击的最佳机会 泛宇宙边缘人称号的精髓 现在终于来到使用时刻 一涵往地上一蹬 遇上棕熊举起找露出的巨大脸庞 可哦 除非一涵先攻击 不然棕熊不会认知到一涵 当棕熊察觉到奇怪疑惑着纳闷时 一涵把毛刺进棕熊的血盆大口 来到地球后 巨熊的首次哀嚎 就只是这样吗 巨熊舌头上开了一个大洞 数十吨血液倾泻到地上 其中一个躲不开的士兵被血液淹没 士兵挥动双手挣扎 被落地稍晚的一寒救起 如此一来 士兵终于发现了一寒的存在 黑衣人 成大恩博尔特 一个外号不够 还有新的 然而 一寒末时间向士兵发怒 跟过往的怪物不同 这熊不可能一招搞定 而且 熊被暴击后 还愤怒地冲过来 巨熊嘴巴流出的血液 犹如一道小河 一寒喊道 快逃命 我们九十六虎团会 搞定这熊 随你喜欢吧 一寒再次一跃而起 立刻 巨熊后世的前掌 击在一寒刚站的地方 混硬土裂开倒塌 人在半空的一寒 检视着地面的情况 勇敢的九十六虎团 果然在后退 酷哦 卡瓦AAA哦 嘿 巨熊击在地上的前掌 就像日本精品店的 招财猫般举起 巨熊正要在攻击时 一寒往后翻 抢在巨熊攻击前 把毛刺进前掌 Kahaku you 蛤 巨熊本身的势头 再加上一寒的力量 钢毛马上刺进前掌深处 强烈的反弹传回一寒 一寒顺势借力拔毛跳起 巨熊前掌 血如潮涌 在天空画出一道彩虹 在更高处的一寒 其身影就像在天上游泳的海豚 哇哇 果然很有趣 别享受这些 分别在前掌跟舌头 被清爽地开出大洞的巨熊 被痛楚压倒 并恐惧起来 但是 因回弹在月道天上的一寒 没有要给 熊吃止痛药的想法 棕熊怒笑 黄野的挥动爪子 破坏建筑物 因为极度痛苦的缘故 巨熊看来忘记了一寒 被动隐匿莫发动也不要紧 但这都在一寒的预计之内 一寒对此感恩 在天空停下时 一寒调整好握毛 超越顶峰之人所制作的钢毛 面对中阶怪物的毛皮 肌肉 骨头 亦毫不逊色 一寒对自己的钢毛有信心 这程度应该能挺着 对吧 自信地咕弄同时 一寒双手握毛 瞄准狂暴地四处破坏的巨熊熊头 磨翅膀的人类 不可能非一寒的身体开始掉下 同时 一寒把所有重量 倾注在毛肩上 一寒的体型跟从前差不多 但当中压缩跟凝练过的肌肉 有着相当重量 QU啊 阿苏克林 巨熊痛苦地笑叫 四处破坏 尽管差点巨熊就离开了攻击范围 一寒十分冷静 这是因为隐匿会持续发动 一寒大可在地上在发动攻击 被打中会很危险 你知道吧 没问题的 我才不会被这东西搞定 明明相信一寒能力的是爱达 现在说什么泄气话 一寒把爱达的话丢到一旁 蹦紧身体 以我的所有力量 就是现在 冠以一寒全部力量跟体重的钢毛 深深扎进棕熊脑袋 咔 巨熊 喊出一个音 然后一动不动 唉 他不是 尽管在场所有人都在立flag 熊死了吗 但巨熊莫活过来 巨熊在一寒的毛迹下毙命 获得154 928经验值 等级上升到23 获得8力量 7敏捷 5体力 5魔法 获得LV54大棕熊的记录 获得新称号 你一击 我一击 暴击几率提升10% 学会了暴击技能 透过提升眼睛 发现敌人弱点的能力 提高发动致命攻击的机会 棕熊的巨大身体 失去力量 开始往地上靠 一寒赶紧把插在熊头的毛拔出 降落地上 片刻之后 半以炸弹引爆的巨大声响 巨熊倒在地上 呼 我也不知道 你三击就能搞定 就算没技能 也做得很好 叫他们预备好奖品吧 当艾达微笑称赞一寒的成就 一寒只是看着毛反驳 查看毛身有没有缺损 不过 这应该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不然 这不可能会获得新技能合成号 现在一寒确信了 技能就像魔力一样 跟记录有莫大的关系 从一寒的行动 成就 其他东西 创造了记录 再影响他的技能 成长 改变 暴击只是开始 按一寒的活动模式 日后一定能获取其他无数技能 检视完毛以后 一寒抬起头 正当一寒迅速完成解体 打算离开寻找另一场狩猎时 我们到了 剩下的 我们来搞定 怪物呢 正义英雄 稍微来迟了 他们是代行者 我隐约预料到了 男女五人组 打破了众人 因柳一寒的战斗 造成了一脸猛逼的状态 士兵们走了过来 少校轻轻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双颊 然后扭头看向他们 怪物被消灭了 消灭 我听说 这是一个二阶怪物 虽然 哦 那个看起来 就像这个组织领袖的人 进行反驳 他环顾四周 发现了柳一寒 他是唯一有可能消灭怪物的人 意味于他正在解体这只熊 程大恩博尔特 是他 这个钢铁侠面具 哇 真的是他独自消灭那头熊吗 不可能 他到底学到了什么神秘的魔法 使他变得如此强大 当发现这个团体窃窃私语 谈论他时 柳一寒有点不爽 但是 他们是和他有着相同目标的代行者 没有必要与他们对抗 他忽略了那五个人 开始移动 要解体这只巨大的熊 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 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凝视上 当他想到 这一点时 巨大的熊狮开始缩小 柳一寒感到震惊 于是爱达自然地解释 你不知道吗 他使用的是一种巨大化技能 如果他的针是七米高 那么他就会更强 有各种各样的技能 嗯 说实在的 柳一寒很高兴 看到熊的身体变小了 因为他无论如何 也用不了那磨大的熊皮 于是 他默默地等待着他的身体变少 最后 他开始拆除那只 被缩小到小于三米的熊 嘿 嘿 成大恩博尔特 你真的很强 你真的有第二职业吗 你找到地下城了吗 嘿 如果一个人跟你说话 那么你应该回 像柳一寒这样的边缘人 最不爽的 就是这种外向 成群结队的类型 因此 他完全忽略了那些接近他的代行者 并且默默地挥舞着他的长矛 他似乎没有任何与我们交流的意图 放弃吧 哼 真是个恶心的家伙 魏师魔 他不是很酷吗 他看起来像一个孤独的美食家 哇 好吧 这女人都喜欢些什么 他们尝试几次和柳一寒交谈 但当他们 发现他无意交流时 嘟闹着转身离开了 看来我们在这里 没事可做了 我们走吧 有其他地区请求支援 我们可以 当然 这真是一种惊人的沟通能力 如果是柳一寒 他会在问候阶段就失败了 因为和他交谈的人 无法找到他 然而 不管他们去不去 另一批人靠近正在拆解这只熊的柳一寒 他们的首领看到柳一寒时 大吃一惊 我的名字叫杜武俊 看那头熊 看起来第一次任务我输给了你 但告诉你 我会超越你 你应该记住我的名字 在超过我之后 你会做什么 由于他独行侠的基本思路 他尽可能不想和社交蝴蝶交流 但他不明白武俊的意思 最终说出了这句话 杜武俊没想到他会回应 立刻就站住了 之后 他在看他的时候说话了 活着和呼吸的世界 催促着我 阿卡西记录 所有存在的力量记录 我们的力量表现在等级上 我们可以在我们付出努力的条件下成长 意味着罪将的人将清楚地展现出来 所以我将站在一个比任何人都更高的地方 这是一个比想象中更幼稚的理由 因此 柳一寒甚至失去了回复的打算 怎么会存在这样一种 徒劳又愚蠢的决心 然而 柳一寒深知他必须尊重别人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所以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不去反驳他 结果 他最终只是回去去解体 你怎么能问完无视我 嗯 好吧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杜武俊好像很失望地舔了舔嘴唇 带领着他的队伍 离开了那个地方 当他看到柳一寒独自一人击败了熊后 他的竞争意识 似乎沸腾起来了 但实际上 他沸腾着只是让柳一寒又热又脑的东西 首先 柳一寒不喜欢竞争这个词 一个人如何能够与跟他比肩的人竞争呢 不 在那之前 当柳一寒站在最高处时 又有谁能跟他比肩呢 成长真的需要一个竞争对手吗 这被称为缺乏任性 如果你想提高自己 仅仅安静地投入努力 还不够吗 无论是在家里独自学习 还是像柳一寒这样的沙袋练习无限制格斗 都是可以的 你又何必把另一个人拉进来 而让自己难堪呢 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没有竞争对手 而不能提高自己 那么 你能把它称为个人能力吗 一种只有在比较时 才能提高和衡量的能力 有什么意义 只有在超越他人的时候 才有意义的能力 其目的又是什么 当他连自己都赢不了的时候 他怎么敢和别人比呢 如果他想超越某些东西 难道他就不需要考虑超越自我吗 甚至连柳一寒都不能说他 做了一千年的努力 他怎么可能忽略了这么多的事情 还有什么 他会成为罪将的吗 他会站在一个比任何人都高的地方吗 这一切都是可笑的 就这样 柳一寒用一种不公平和扭曲的方式 发泄了一个边缘人的愤怒 只是在他的脑海里 柳一寒 你是不是有点太兴奋了 不 我很冷静 艾达的话 把他拉回现实 他撅着嘴 回复艾达病 进行解体 令人失望的是 棕雄没有磨石 但是他的皮革质量很好 如果处理得好 那磨他就能制造出一件 能轻松抵挡机枪的盔甲 打扰一下 成大恩伯尔特先生 我不慢 现在他被用于阻止军队靠近 然而 他好像听说了 在柳一寒与韩叶良少尉 及军方其他排之间 政府和少校正缓慢 而小心地接近柳一寒的事情 我听说您在 寻找并狩猎强大的怪物 不是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情报 刚刚的信息 是的 当他的身体说 拿起武器向前冲时 少校用十分亲切的语气 给他提供一个建议 我们希望尽可能少的破坏 离开这种困境 当然 要说我们不想要身体 那是一个谎言 但我要说的是 人们的生活更重要 所以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分享这些怪物的信息 虽然政府正在大肆宣传 想要收集能力用户 来组建一个团体 或什么的东西 但我真的对此表示怀疑 他们都没有隐藏 自己控制他人的意图 就我个人而言 我知道你不想和政府和军队混在一起 所以 我向你们提出这个建议 怎么样 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 这个国家正在描绘一幅 既大又不现实的画面 而这位少校 正在以克服困境这一现实问题 向他讲话 柳一涵犹豫了 但说实话 这不是他应该犹豫的事情 无论如何 士兵在怪物肆虐的地方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直接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 比浪费时间在网上搜索更好吗 告诉我 呼 感谢您的帮助 少校尹大汗宽慰地从心底里叹了一口气 低下头向柳一涵鞠躬 他有眼睛 尽管事实上 大灾难过去还末几天 这个人已经在仅仅三次袭击中 攻击并杀死了二阶怪物 目前 柳一涵无法接触到私人武器 他真的会在那儿停下来吗 不可能 他不知道 但他猜测 柳一涵很可能会成长为一个代表韩国的能力者 尹大汗在异世界里 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看到了个人力量超过一个国家 也看到了一个怪物 摧毁了一个国家 这说明一个事实 在大灾难之后 现有的逻辑不能领导军事 国家和社会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不得不违背命令 提出了这样的提议 让柳一涵变强 试图控制一种危险的力量 可能会同归于尽 卫师魔需要抓住并控制他们 如果对面是可以与之交谈的人 那么 你应该寻找一种互惠互利的方式 就像现在 虽然他可能对他的下属有点暴力 但他是个聪明的士兵 由于他的行为 柳一涵并没有对抗军队 而且还有谈话的余地 尹大汗位与柳一涵建立了积极的关系 做了很多 柳一涵将来会成为一名杰出的能力者 尽管事实上 柳一涵明白 他内心所有的想法 对目前的军队来说 阻止他们是 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在更多的人经历痛苦之前 拜托了 好吧 柳一涵熟练地把熊的骨头 包裹在熊皮里 并把它抱在怀里 然后 他无视士兵们夹杂着钦佩 极度 恐惧等情感的注视 离开了那个地方 他不需要使用闪光应用的事实 让他觉得很复杂 那个人类将会活很长时间 我不想经常见到他 那个人对我的评价太高了 怎么才在自损身价呢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去下一个地方吧 跑快点 多亏了军方的合作 柳一涵在那天 消灭了另外三群怪物 在他们中间 没有比冰原狼更将的 更不用说棕熊了 由于这一点 他只升级了一次 变成了24级 相反 他赚了很多钱 由于还剩下大量狼和熊的副产品 除了魔石之外 他把所有怪物的副产品 都卖给了军方 结果 他手中现在有一笔可观的金额 换句话说 这个金额接近十亿韩元 约八百七十万美元 这样 我就能在做了一个工作室之后 剩下足够的钱了 我们马上去签合同吧 在你挣了这些钱后 用这么多钱 是不明智的 如果你被跟踪 你打算做什么 啊 因此 作为仅此一次的特殊服务 我将用魔法 来消除承包商对你的记忆 如果我用这个 他就会一下子完成 好 正如所料 天使的魔法 是世界上最好的 虽然晚上回家时 他的母亲责备他说 外面这么危险 你去哪了 其他一切都很顺利 柳依涵边睡觉边想 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太阳升起时 醒来后 所有人类的眼睛 都能看到同样的蚊子 与异世界的连接 将被恢复 从现在开始 你将能够在你被召唤的异世界中 接受任务病 获得合适的奖励 就这样 柳依涵又成为边缘人了 那么 请给我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 柳依涵说话 使劲力压抑自己的怒火 他手心里的爱达 似乎被什么东西 柳依涵的目光刺痛了 他把头转开 小心看着他回答 这是因为 他是使用最少能量的解决方案 或许吧 能量 之前已经连接过异世界了 要恢复中段的连接 并不难 剩下的部分 是细节处理和设置任务 奖励系统 现在 如果地球人收到适合自己的任务 并积累他们的经验和记录 他们就能更快地提高 他们的应对怪物的能力 那么 你是说这是 最合理的方法 是的 爱达在看到柳依涵积极的态度后 又恢复了一点信心 柳依涵等了这个机会 然后以他最悲伤的表情提问 那我呢 爱达无言以对 如果其他人都可以往返于异世界 那魔我呢 那我呢 反正 你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 所以可能不会有太多改变 就算这样 你知道吗 就算这样 他从未在这一千年中感受到如此强烈的愤怒 他对整体情况感到愤怒 但最重要的是 他对爱达的话感到愤怒 尽管这不能说是错误的 当我妈妈问我 为什么不去异世界的时候 我该怎么回答 回答你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帮助你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我是一个不想上学的中学生吗 尽管 我觉得这很可怜 但这是并不是我的决定 向我抱怨是无意义的 最终达到极限的爱达 不得不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给出像懦夫一样合适的回应 没有力气反驳的柳依涵大脑一片空白 他叹了口气 在床上坐起来 是啊 即使我向你抱怨 也无济于事 所以最后 我不能去异世界 如果你成为一个更高的存在 那么结果谁知道呢 那要花多少年 他应该比你迄今未知 活着的时间要短 嗯 那简直太棒了 嘿 当他醒来到厨房去时 他的母亲和父亲 正严肃地交谈着 在亮起的电视上 人们谈论着 被送到全人类的通知 但同时 也有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紧急状态 当他第一次看到 这个消息时 他感到震惊 并喃喃自语 他的母亲 注意到他并说话了 终意住 父母可能会自称为 爸爸 妈妈 孩子你是不是也知道这件事 现在 外面很危险 无论是学校或是工作 一切都停止了 与此同时 军队正大规模的剿灭怪物 我听说 他们不允许怪物 出现在人们居住的道路上 至少是这样 政府似乎也意识到 他们不能让人们 再过他们的日常生活 也许 另一项世界任务的通知 可能加速了他们的决定 事实上 这是在每个拥有适当政府的国家 都发生过的事情 每个人都意识到 在日常生活之前 他们需要尽可能保证 人们生存下来 所以 在大多数国家 决定停止一下历史的流动 与此同时 人们将会从一世界获得力量 不是像四天前那样 会像泡沫一样消失的力量 而是一种 即使在未来 也会继续存在的力量 在那一刻 柳一涵看到了希望 那些上层阶级 只是在采取临时措施 比如 用另一张卡 偿还信用卡债务 但地球上的人类 正在认真考虑他们搬家时 必须要面对的变化 人类将能够适应 进阶后的地球 就像他们一直那样 除了我 就像他们一直那样 他想 妈妈 爸爸 祝您平安 但这位父亲 在我过去的十年里 甚至都没有获得第二指引 不能仅仅因为 军队正在清理怪物 认为他们 不会出现在大街上 但异世界也不安全了 地球上的时间停止时 在异世界里 没有人伤亡的案例 然而从现在开始 情况就不同了 作为能够获得一种 不会消失的力量的代价 人类现在不得不接受 随之而来的危险 即便如此 即便如此 他也不应该像 待在地球上那样危险 确实是 爸爸 做你能做的每一件事 不要事后后悔 尽管你不应该过 这样的生活 但是在这个改变了的地球上 你只能接受危险 做所有可能的事情 做所有不可能的事情 直到有可能 这是支持柳依涵的信念基础 也许他的真心话 感动了他的父母 他们苦笑着站了起来 是的 那我就走了 你也一样 不要因为不能使用魔力 而放弃努力 说完之后 他的父亲首先消失了 他立刻去了异世界 然而 他的母亲却没有这样做 相反 他一脸焦虑地 看着柳依涵 儿子 妈妈的想法 和你父亲的 有点不同 尽管努力很重要 但你不能努力过度 什么努力过度 难道你不是戴着面具 去寻找并 狩猎怪物的人吗 他被发现了 在这种意料之外的情况下 柳依涵就这样僵住了 他意识到 他一直在与怪物作战的身影 将会被公开播放 他也为此精心准备了 但即便如此 你是不是认为 母亲我连自己的儿子 都认不出来了 即使你戴着面具 穿着不同的衣服 我也会立刻注意到你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 我的儿子呢 血缘的力量 真是不可思议 在听到母亲的话时 柳依涵在心里咕弄着 这使他四肢都无力了 以为那可以愚弄世界 甚至是主神的隐蔽性 根本无法瞒过他的母亲 母亲不知道 你是如此强大 我很自豪 但也很担心 但是 你知道这些怪物 有多吓人对吧 没有人知道 在什么地方会 发生什么 因此 请始终保持警惕 并随时准备行动 我明白 一个人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 让他母亲的挑剔的话 听起来十分亲切 柳依涵屡次点头后 他的母亲 似乎松了一口气 然后 他再次板着脸看着他 但是 你最不要小心的是人类 从现在开始 会有很多人 比怪物更强大 更邪恶 好吧 如果你知道 那就没事了 我骄傲的儿子 妈妈又要去野巫门异世界了 好吗 好吧 不要做任何危险的事 好吧 也许是由于和他母亲的谈话 柳依涵已经平静了一些 拍拍他的脸颊 自言自语 好像他正在做出决定一样 我应该做我自己的工作 我将会回到天堂 我也应该给代行者 带来任务完成的奖励 回来的路上 给我买个冰淇淋 由于他过于沉浸在 那只冰原狼和棕雄 给他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中 他已经忘记了任务的存在 他们说会给他一些东西 所以他没有理由拒绝 他高兴地把艾达送走了 不忘告辑他买冰淇淋 他突然想吃了 这样做之后 他又是一个人了 不知为何 我想起了我被遗留的日子 当他小声抱怨时 离开了家 他的目的地是附近他购买的储藏设施 以电光火石的速度跑了过去 在晚上购置仓库 以备第二天的需要 是多么的愚蠢了 然而 他什么都不需要 有了现金 一切都解决了 大韩明国 是一个土豪生活的好地方 虽然 他直到现在才知道 因为他以前没有钱 柳一涵来到了仓库 从现在起 这将是他的工作室 由于紧急情况 他只准备了一些基本的设备 如壁炉和铁针 很多方面都缺乏 但在可预见的将来 他甚至不需要做任何适当的工作 是的 那是因为他目前仅有的材料 是骨头和皮革 换句话说 他不需要发脾气 他很想敲一些金属 但情况不允许他这样做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 他什么也做不了 就那样储存的话 生皮革就会腐烂 而那些布满杂质和油的骨头也一样 他来车间的原因是 要在一切发生之前处理 柳一涵充分调动了 他在一千多年里积累起来的知识 并开始 以他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 处理皮革和骨头 那些可能污染了乳血和肉等珍贵材料的东西 被完全去除后 皮革将会经过一个额外的柔制过程 他已经把他所需要的材料都卖掉了 这样 他就可以避免整天工作了 即使是在处理所有的皮革的时候 柳一涵也没有流汗 唯一的可能是 首先他和其他人相比 有不同的力量基础 而当他达到24时 他的力量就会进一步增强 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 他现在可以用骨头做一些东西 但是皮革是一个问题 只是晒黑的过程就需要几天的时间 当他想到硬化过程的时候 他可能会忘记去穿一件能覆盖全身的盔甲 按照这个速度 当盔甲完成时 他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因为我的等级在那个时候会太高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会杀死更强大的怪物 来获取他的皮革 当他创造一件盔甲时 他的水平会 没有什么比这更浪费时间了 你可以用魔法来处理他们 哦 你回来了吗 即使你这魔说 我也不能用魔 在看到艾达的外貌后 柳一涵中途停止了说话 不是因为 他没给他买冰淇淋 那是因为在他面前的艾达和柳一涵有着相似的身材 飞机 冲气 他第一次怀疑 这是不是真的艾达 但在他证实确实是他之后 他不愿意承认 他有一张真正美丽的脸 他陷入了沉思 很快就意识到了原因 巨大化魔法 相反 我之前的状态是由于缩小化魔法造成的 你以为我是什么 艾达叹了口气 伸出他的手 握住这只手 我现在就把奖励给你 并非还是手掌大小的他 显得有些神圣 柳一涵有点不知所措 乖乖地伸出手握住了他 过了一会儿 他感到非常寒冷 但有点软 又可怕的细腻 直到眼中弹出了几串子 天堂任务001 代行者任务完成 全属性加一 你是所有任务申请者中 完成任务最完美的人 追加了一项特别的奖励 你获得了永恒之宴 永恒之宴 当他急切地放开他的手 想着 如果他继续拿着它时 他会开始感到奇怪 柳一涵看着艾达的脸 表情似乎在说 我不记得收到过这样的东西 然后 当艾达抬起另一只手 微微一笑 看 哦 在他准备的壁炉里 尽管他没有放下任何燃料 一团明亮的红色火焰正在燃烧 一种能持续生长的不灭火焰 这是来自天堂的珍贵火焰 如果不是因为你处在大灾难的初始阶段 你绝对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奖励 所以请认识到这火焰的价值 哇 就在艾达的解释下 他意识到火焰的价值 永恒的火焰在壁炉里燃烧着 他改变了他的外表 显得异常可爱 彷彿他知道 他的主人是谁 活着这个词 在形容他的时候 一点也不夸张 对我来说 这真是一个合适的奖赏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丽塔十分坚持 丽塔 柳一涵不再听艾达说话了 意识到 他是一种不可熄灭的生命之火 各种各样的想法浮现在脑海中 这对他将来处理大量的金属 有很大帮助 而且 很高兴 对于不能去异世界的你 天堂已经准备了第二个任务 因此 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 来听和理解艾达下面的话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在地球上 安装地下城 我要做什么 安顿地下城 以防听错他问了一遍 但他并没有听错 柳一涵用担心的眼神问艾达 你还好吗 如果是周我能主 需要吗 我非常正常 遵照天堂的指示 我正在给你 一个帮助建造地下城的任务 柳一涵轻轻叹气 然后他急剧地抬起他的眼睛并问道 这个任务 他不是给我的 而是给你们的 不是吗 T 他也是给地球的 所以 他也一样 是给你的 现在装可爱 也骗不到我 他昨天不是已经从他那里听了完整的故事了吗 关于那个陷阱 换句话说 地下城 在诱惑怪物失败之前 被神分散的 详见灵七 连神都做不到 我怎么可能做得到 我们对地下城不能成功发挥功效的原因的看法 是因为大多数怪物 在主神停止地球的时间时 被神力扫过 所以 那些对神力产生了抗体的怪物 不会靠近有强烈的神力 存在的地下城 你会继续说 那都是因为时间停止 不是吗 对 他太不知羞耻了 以至于他 快要对他信以为真了 与此相对 在时间停止的这一千年里 你尽管身为地球人 却打磨了所有类型的技术 最终 你的锻造技能 已达到了一个奇迹的级别 并且 就算是我们 身为高位的存在 也花了一段 时间来接受 你唯一的缺点 是你不能用魔力 但附魔技能可以解决它 在地球上 你是唯一能在我们的所在地 建造地下城的存在 在公为化的洗礼下 让他意识到自己被需要后 柳一涵更加眯起了眼 他身为一个边缘人的 非常敏感的自觉反映了 他们企图利用它 在警告它 关于这个女人 想要把一件巨大的工作丢给它 现在你直接把工作丢给我了 嗯 它对每个人都有利益 我们完成我们的任务 而你获得符合你能力的任务 甚至获得一个适合你的奖励 你可以说得很好 尽管你是个骗子 无论如何 是否是由于造成柳一涵反常的一切 令柳一涵做出这个决定吗 他反常的思想 是否能用有挑战性的思想 和自信一词来覆盖呢 等等 这不也会造成他反常吗 柳一涵轻轻地问他 如果我不做会 发生什么 天堂会制作另一套地下城 当然 只要神力存在其内 它有较高的机会将失败 然后作为结果 人类将要在稍微 更加狂野的环境生存 如果我打造它 那些怪物真的会中计吗 至少 会比天堂打造的 有更高的成功率 对 它们会成功 虽然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它看着自己的身体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 和它的工作室 只具备了基本设备 然后回头看那眼睛 正空前的发光的天使 我能打造地下城 当然 如果你有蓝图 和相应的材料 并且那些 我们有 柳一涵笑了 好 我会做的 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艾达从工作室里 不存在的地方 取出了大量的金属堆 它取出大块的金链金属 哈尔卡尼姆 哈尔卡尼姆 它散发出奇妙的飞光 大块的其他金属 飞锡诺姆 Fake None 从它那能感到赤红和粗叶的能量 紧追其后的 一个成有液体的瓶子 埃尔哈兹拉 L-Hodra 它散发出模糊的蓝光 和最后 各种装备 例如一把堆子 凿子 铁针 和那类似物 看起来瓶得 但不使人讨厌 这三重金属 是更高系统 世界里的材料 如果现在的地球 多净化两次 那这些 也会以极小的数额出现 所以 这个液体也是金属 那我可以认为 它和水银相似 对吗 看来你并没有听完我说的话 之后 它取出数不清的 将成为附魔的原料的磨石 但它们 都比冰原狼的无比大病 散发出无比灿烂的光 难道这些磨石 是从爱达非常喜欢的 更高位存在而来 柳一涵小心地发问 工匠的意志 在附魔时很重要 不是吗 我没有任何打造地下城的经验 我根本也不知道 怎么打造它们 你会和我一起寻找 怎么处理这些宝贵的磨石吗 在应用的过程中 天使们会帮你 难道你认为 你要从头到尾全做完吗 对 边缘人们 常常从头到尾都独自工作 因为他们讨厌和别人交流 也讨厌和别人合作 柳一涵也在计划着 独自做完一切 所以他对爱达表示 要合作感到一点惊讶 除了用过的材料以外 都是租借的 所以 你必须把它们还回来 作为奖励 我们会准备其他东西 作为奖励 你能不能给我 你正在用的四次元口袋 存货用的是魔法 法克 这是自他听到床室 科学星号之后 最让他挫败的瞬间 星号一间 叫A.S.的造床公司的广告 说过床不是家具 是科学 结果在韩国火了 无论如何 当他在清除现存的铁针 他非常轻 并固定爱达带来的铁针 他非常重 时 他的开关自动切换了 一个大师 可能不会拘泥于他的工具 但柳依涵会 不管那是堆子 或铁针 甚至钳子 全都跟他至今用过的 属于不同次元 他决定在未来 一定要获得 不会输给他们的工具 基本程序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 向你要求的 是形态的创造和镶嵌 我们没有轻率到 要你从头打造地下城到尾 根据这些材料 我要怎么在这工作室里 打造一个地下城 你不是叫我打造淘气 而是地下城 对吗 柳依涵把自从看见材料后 产生的疑问吐出来 这是有原因的 像镶嵌意味着石刻表面 并用其他材料填充 在他们之中 作为一项复杂和美丽并处于金属加工里的顶点的技术 镶嵌基本就是个非常非常困难和烦闷的工作 把用于装饰的技术 用来制造地下城 该怎么做 他们制作了一些 如果能用镶嵌划出哥布林 就出现哥布林的魔法吗 一个地下城是个巨大的空间 我们没办法直接打造它们 有办法吗 明确的 你要做的 就是打造一个会吸引怪物 并改变周围环境的魔法道具 以打造地下城 它叫做毁灭的陷阱 一 这秘密 从一开始告诉我那个 然后是那个 或许是镶嵌的 它可以被称为一种魔法裂阵 艾达伸出一张 用不普通的材料制作的纸 他看过了之后 他因惊吓而变得苍白 当他听到那是个魔法裂阵后 他认为 形态创造不会太难 但那是他的误解 一个方块在中间 竖不清的金属环 包围在他旁边 而且 不只是在方块上 每个环上 都各有未能翻译的文字 如果有人看到 一具蓝图创造出来的 完整的魔法工具 那个人会喊到 这手工品看起来 像是会出现在幻想小说的 最终卷一样 这很确切的是 一件比他之前 做过的一切自创物 还要困难的物品 比起锻造 看起来他的手艺 也会扮演很大的角色 在开始前 他已经在叹气了 柳一涵咬紧牙齿并咕弄 那个任务的奖励 他会很棒 对吗 我保证 我会准备 能让你感到惊喜的东西的 根据这个任务里的成就等级 你会获得最适合的奖励 艾达 他知道这工作的困难 所以用最认真的语气 向他保证 然后一切都没问题了 他不难道知道 只要看见艾德纳火焰 Eternal Flame 就该明白 来自天堂的任务奖励 是不普通的吗 在这世上 他们是可信任的 柳一涵意识到 他认为很难的工作 在他默想到的方向上 超越了他的想象 并接受了 他把能完全吸收 汗水的布袋在前额 然后他捡起了 看起来朴素 但能在他脂上 感受到他的硬度的金属钳子 然后 他捡起了一堆黑色金属 哈尔卡尼姆 并把他推进火炉 然后为了下定决心 而喃喃自语 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艾德纳火焰 和柳一涵的第一次合作 艾达看过柳一涵之前 制作的钢铁锚 所以他知道 他那令人惊讶的技术 尽管如此 他从未 直接用他的双眼 献过他在冶金过程的工作 而他的意识 在开关切换后 集中在火焰和金属上 让他有些惊喜 火焰还是有些弱 如果我为他磨石 能让他变强吗 对 呼母 这足够了 他应该只有在大灾变前 用存在于地球上的矿石工作过 而且 像太阳的材料 很难在一间小工作室里加工 所以他应该实际加工 过了许多矿石 作为证明 他的杰作 那把钢铁锚 留到了最后 就是钢 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 他是如何把自己的动作 展现得像处理哈尔卡尼姆 一百年了的老铁匠一样呢 副 哈普 当哈尔卡尼姆 充分地被爱德纳火焰加热时 吸收磨石了的火焰指数 级地上升了温度 他开始以认真的脸 进行焊接 他知道 金属在熔点时的硬度 所以他一开始就全力挥下堆子 堆子和哈尔卡尼姆 一瞬间产生了猛烈的碰撞声 他感觉着它 我大概能做这个 他原本的力量应该会不足 但这堆子看起来 有临时增加使用者的力量的能力 柳一涵 在敲击了几下后 习惯了这感觉 并以足够的力量 锤打哈尔卡尼姆 哈尔卡尼姆尝试尽力抵抗 以致不变形 但在这小工作室里 一切用意处理他的都准备好了 不朽之言 铁针 堆子 和最后 一位异常的工匠 最终 他缓慢 但坚定地收缩了 那金属正在改变 柳一涵 看过了一眼蓝图后 就完美的记忆 更改了钳子的位置 一边加热金属 一边持续 以堆子打击 一个矛盾的行动 复杂但强烈 自然但受控制 甚至对于机械来说 都是不可能办到的 从一段时间开始 哈尔卡尼姆 就被柳一涵 以他的意志婉转 当告诉别人 这是哈尔卡尼姆时 有谁会相信呢 是艾德纳火焰造成的吗 或是堆子 或是铁针 不 工具不具备 创造奇迹的能力 这是那人类造成的 那人类呼唤了 过去从未发生的奇迹 并且 未来也将不再发生 就在现在 艾达窒息地 看着这画面 也许我造成了一些误会 难道这人类比起枪兵 反而应该当个工匠 然后 他可能会做出一些 能对抗神的东西 与柳一涵接触过的天使们 都产生了亵渎神的想法 现在 艾达承认了柳一涵 有超越神的潜能 在技术上 而不是战力上 过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 形态创造已经完成了 在中央的方块成型后 并且竖不清的金属环 和一根细金属线连接起来后 柳一涵捡起了小凿子 也是由艾达准备的 现在是时候进行镶嵌了 尽管思考着他已经充分地 下定决心 当他开始 要进行流程时 他下意识地叹了口气 法克 我不知道 我会不会失败 如果你失败了 你可以直接容了他 并从草稿做多一个 当然 那会花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完全无视艾达的话后 他把刀放在 已有形态地毁灭的陷阱 这是不能被经验表达的 压倒性记录 正深深地映入这个世界的时刻 雕刻以哈尔卡尼姆 哈尔卡尼姆 一种金属 塑形的手工品 并填充液态金属 埃尔哈兹拉 L-Hodrol 镶嵌过程 比他想象的更加困难和累人 只需一个错误 就会全面失败 然而 柳一涵完美地调整了 他手臂的力量并 继续进行工作 这是他训练了多年的的结果 就这样 他甚至没有考虑过失败 不做休息 就给了手工品赋予生命 在他手中复杂的操作下 柳一涵雕刻的图案 非银非缺 真是令人敬畏 比任何事物都更纯洁美丽 丽塔可能已经独自观看了 柳一涵这一面 长达一千年 他一定一直独自一人关注着 这种专注于一种工作 最终超越了他的极限的低等存在的形象 啊 我想我有点理解他了 艾达只理解了一点 关于甚至在高等存在中受到尊敬的利塔 卫视魔爱上一个并不特殊的低等存在 只是一点点 就在这时 柳一涵放下了他的工具 微小的金属声将艾达拉回到了现实中 两句话出现在柳一涵的视网膜上 觉醒了LVMAX锻造术 你获得了称号神话创造者 所有生产活动效果提升20% 这句话看起来像是宣告在这之上 没有更高的领域 就像解体术一样 这个称号将在未来 极大帮助柳一涵 就这样 柳一涵认为 拿起堆子是值得的 他已经成功了 当他小心翼翼地放置毁灭陷阱时 他对艾达说 我完成了 什么 意思是 已经 你说已经是什么意思 让我们看看 已经过去了五个小时 在工作的时候 柳一涵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所以他只能在看完中后告诉他 当一时到他没说错时 他脸红了 这意味着 他忘我的看着 他工作五个小时的时间 即使花了五个小时 这也太快了 你真的按照蓝图完成了吗 不要婆婆妈妈的 亲自检查一下 他确认 这是完美的 他简直惊呆了 谁会相信 这是人类制造的 他只能惊呆了 然而 像利塔一样 艾达也不会乖乖地称赞别人 嗯 我想还算是合格吧 然而 你还有用菲西诺姆 菲特纳 一种金属 和磨石进行附磨的过程 我正等着呢 确实如此 天使们会帮忙的 不是吗 柳一涵也期待着 这件具有高度 魔力手工品 这件他自己打造了 也无法理解的手工品 即将完成 当他用闪闪发亮的眼睛 望着艾达的时候 他不停地咳嗽 以忘掉柳一涵的身影 接着说下去 请稍等片刻 我立即联系我的同事 利塔怎么样 他不会来 在艾达毫不留情地 回答了他满怀西击的问题之后 做了一个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动 他头上出现了一个发亮的黄色光环 那是我小时候才存在的荧光灯 这是天使光环 在他反驳了预料之中的笑话之后 艾达紧紧做了沟通工作 他向在天堂待命的同事们 发送了信息 天使的光环 是一种绝对纽带的象征 他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也超越了世界的束缚 这是天使独有的能力 可以将自己的情感 意图和意志 传递给同样拥有天使光环的同事 很快 在柳一涵的工作室里 出现了四五个像艾达一样 发出灿烂光芒的人 有男有女 都是俊男靓女 艾达 这是真的吗 用你的眼睛观察 凡沙 发射他 证据就在这 我简直不敢相信 人类制造了一个毁灭陷阱 然而 看起来它并不来自于天堂 这的确是一个 纯粹由地球上人类的力量 创造出来的物体 艾达拍起手通知天使 他们开始表达 像怀疑 惊呼 恐惧这样的情绪 时间不多了 我们需要立刻开始工作 这是真的 是的 这是真的 附魔会顺利吗 我很好奇 天使们把双手放在了柳一涵的肩膀上 头上和背面 开始聚在一起聊天 在那一刻 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开始 人类 我们将领导意志力的方向 你只需要用意志完成毁灭陷阱 柳一涵 这和你第一次制造魔法道具一样 如果你一只手拿着魔石和飞西诺姆 另一只手拿着毁灭陷阱 集中注意力 我们就会做剩下的事 这是更高的存在吗 他们仅仅用手接触 他们的灵魂 崇高的意志 和高贵的魔力 就压倒了柳一涵 他只是一个卑微的人类 尽管他们 对柳一涵并没有敌意 但仅仅面对他们 他就自然受到伤害 他们和柳一涵之间 存在着无法超越的四维墙 尽管他们对柳一涵毫无敌意 但只是面对他们 他就受到了伤害 他们和柳一涵之间 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四维墙 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 他就会立刻失去知觉 他只能用一千年的时间 也无法侵蚀地一直忍受 在这一千年中 他不仅仅磨练战斗力和技术 永不放弃的意志 坚定前行的信念 支撑他无数年的钢铁之心 让他能够站在那个地方 并保持一时 呼 他慢慢地深呼吸 以便让自己平静下来 并站稳脚跟 他右手拿着魔石和菲西诺姆 左手拿着毁灭陷阱 天使们一边看着这个场景 一边聊天 他忽视了他们 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然后他的想象所有的这些 都融合成一体的场景 他希望一个地下城的诞生 他可以囚禁所有 在获得力量和理性之后 进化的动物 集中注意 不要让我看到你被他人的意志 所左右的场景 天使的名誉会哭泣的 哈 真的 这样一个有趣的人 是怎么出现的 我不认为 这是一千年的问题 我说集中注意 天使也在同一时间 释放魔力和意志 如果直接施加了他们的力量 纳摩他们将会得到 与在天堂制作同样的结果 所以 他们的力量和意志 都将通过与柳一涵展现出来 在他们看到柳一涵坚强的意志时 其中一些人认为 即使没有我们 是不是也能完成毁灭陷阱 但若承认 那便是抛弃了他们作为高等存在所有的骄傲 他们立刻从脑海中抹去了那个念头 柳一涵的意志和天使的意志相互联系 开始改变破坏陷阱 强大的魔力激活了贝克在毁灭陷阱里的魔法 并把菲西诺姆的力量输送进去 工作室明光朔亮 更多 就再多一点 哦 人类 附魔很快就完成了 他右手的菲西诺姆和魔石像被冲走一样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发出微弱红光的毁灭陷阱 光芒周围环绕着非凡的光环 真正完美的道具完成了 精细 大地毁灭陷阱完成了 附魔上升到LV7 成品的质量提升了 在这些文字出现在他的视野之后 柳一涵也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 当他认为他手掌里的重量消失时 他看到他的手掌上漂浮着完整的毁灭陷阱 当他旋转的时候 有几十个金属环包围着立方体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景象 尽管我估计会失败十次左右 去想 我们会立即成功 天使们目瞪口呆 柳一涵也感到自豪 他觉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承认 但他的精神力已经接近极限 所以他小心翼翼地与天使保持距离 首先 离我远点 你们的意识 对我来说太沉重了 的确如此 我们甚至忘记了你的存在 是的 干得好 人类 我认为像对待普通人类那样 对待你是不礼貌的 他的名字叫柳一涵 柳一涵 谢谢你 我对此半信半疑 但这真是一项非凡的能力 如果可能的话 我甚至想在你进行冶金过程的时候观察你 我们还不知道 他是否能正常工作 就在这时 一个天使打断了他 我们需要试验他 这很合理 柳一涵 我们一起去 你去看看地下城的创建过程 他也许会有助于你进行附魔 当工作完成后 天使们又开始大声地聊天 但这次 他们说话的方式不同了 虽然他是一名卑微的人类 但有着这样的意志和能力 派系因此 分裂成感到不舒服的人 还有那些承认他的能力病 想要帮助他的人 当然 因为他们是善良的存在 与邪恶相反 没有人对他怀有恶意 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柳一涵 你难道不想看一看 破坏陷阱被激活的场景吗 没必要再多说了 我们走吧 他总是欢迎新的信息和刺激 柳一涵没有理由拒绝这个提议 当柳一涵用毛巾 擦去脸上的汗水时 天使们确认 毁灭的陷阱是真实存在的 然而 其中一个天使 在感叹奇象艺术般美丽时 突然大叫起来 哇 这有一个Alpha附加像 和一个Beta附加像 什么 惊喜 大地 这是真的 柳一涵擦汗时 竖起耳朵听着 注意到这一点的艾达 叹了口气解释 我们把附加到 锻造和魔法制作产品的 附加属性上 称为附加像 它根据运气 材料的质量 和工匠的能力 随机出现 通常情况下 有Alpha和Beta两个 但在第一次制作中 都出现 是前所未有的 你满意吗 你什么都知道 不是吗 是的 我知道一切 在确认了毁灭陷阱之后 柳一涵与天使们出发了 因为他不能飞翔 两位天使在飞行时 抓住了他的手臂 说实话 尽管这看起来很土 但他 因为能在天上飞翔而感到很高兴 街道上寂静无声 从某处传来了怪物嚎叫的声音 士兵们拼命射击的声音 还有直升机飞行的声音 他真觉得 漠视降临了 嘿 这个人不是天使 需要对他施放隐形魔法 没事 除非他先攻击 否则他不会被人发现 什么 不可能 是这样的 他们真的不能注意到他 如预期的那样 唯一的被遗弃的人 中意著 柳一涵 U-I-L-HON 可以指 唯一斜杠独特 这句话字面上使用的唯一 SOUL 是指柳一涵 天使们看着用人类的身体 创造奇迹的柳一涵 陷入震惊 柳一涵很恼火 他决定不跟这些 天使们混在一起 在他完成了这个 不管叫什么的任务之后 他们就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 一样看着他 他们到达了山顶上 在期待手工品激活的柳一涵面前 艾达拿着毁灭陷阱 在投掷之前 深吸了一口气 嘿 看 柳一涵 当毁灭陷阱下降时 在外面旋转的金属环 突然扩大了 这枚直径只有20厘米的圆环 它的直径不受约束的 增大到1米 3米 8米 薄到无法被看见 分散在了空气之中 不 它真的分散了吗 柳一涵怀疑的时候 第二个和第三个金属环 开始膨胀和分散 看到这一幕 天使们满意地点了点头 到目前位置 进展得很顺利 这意味着 刚才发生的现象 并不是失败 也许 金属环最初是出于这个目的而产生的吗 柳一涵集中它的意识 大地在颤抖 怪物开始聚集到山上 看来将会有一座巨大的地下城诞生出来 虽然我很不愿意去承认 但这位人类在制造陷阱方面具有不错的天分 那确实是一个宏大的场景 无数的怪物涌进这个限定范围的广大山丘中 其中还有一些 直到刚才都还在跟军方交战的怪物 柳一涵看着眼前住在发生的场景 傻眼地问道 呃 可以解释一下原理吗 毁灭线散发出的力量 是一种能欺骗怪物无感的魔法 怪物们会来到这里 来寻求他们所想要的 不论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作为这样的一个结果是 怪物们被困在地下城中 艾达自信地说道 但它确实是一个可怕的魔法 如果有人想到 拿这个魔法来对付人类的话 那将会成为一个 无法让人一笑置之的事 它有可能被拿来于对付人类吗 想要如此问道的柳一涵 但最终没有问出口 那是因为 他觉得他会对问题的答案感到害怕 其他地方的陷阱 似乎也开始运作了起来 再看到毁灭陷阱 那令人恐惧的能力 和成群的怪物 而傻眼的柳一涵身旁 另一位天使低声地说道 其他地方 当柳一涵皱起眉毛时 艾达微微一笑地说道 在你的陷阱中 还加入了 能改变分散在地球各处 毁灭陷阱光环的魔法 我们不能就这样扔掉在天堂里制造的陷阱 无论如何 它们似乎也开始引诱怪物 原来如此啊 我还在好奇那某一点分量的 哈尔卡尼姆 哈尔卡尼姆 一种金属 应该不足以安置在地球各处 原来这就是原因啊 那可是一种珍贵的金属 回收是做好环保的第一步骤呢 其他的天使正在用异样的眼光 看着对话中的柳一涵和艾达 他们俩什么时候走的那魔镜啊 面对着天使们带有疑问的眼神 柳一涵和艾达之间突然尴尬了起来 并把头别了过去 这些在时间被冻结的世界里 经历了一千年 而获得的复仇之力的怪物们 正徒劳地以自己的脚步入了毁灭之中 直到地下城被人打开的那天 他们终将被困在这监牢之中 尽管这是柳一涵想要的结果 但怪物以某种目的 冲入毁灭陷阱的样子 看起来就像他看着人类 无论如何挣扎 都无法逃脱命运一样 令他感到十分的不适 不 柳一涵摇着头 停下了自己刚才的想法 他何必去同情这些怪物呢 如果他不这样做 那魔人类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大灾变才发生不到几天 然而在那段时间里 柳一涵不是已经足够地体验到了 并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怪物总是对人类露出敌意 而且 他们还想要演变成更可怕的东西 所以 柳一涵并不非同情这些怪物 他之所以不寒而栗 是因为他了解了 即使他们没有敌意 那些高等的存在也有足够的能力 对他这样做 就像那些可怕的怪物 最终也变成了神和天使的玩物一样 柳一涵在他一千年的生活中 不断地思考着 他思考着 那用来把全人类送到异世界的压倒性力量 为的是 要让他们对大灾变做好准备 还有他不得不经历一千年的事实 即使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被独自一人遗弃在地球上 他回忆起他所经历的痛楚和苦难 都被用一个字来概括的 失误 在那瞬间 他心中涌起了某种东西 为了在这无数年的时间里 保持自己的人类心态 他以幽默的行为和积极的想法 隐藏起来的情绪终于浮现出来 并且猛烈地震撼了他片刻 我想变得强大 变得强大到 没有人能够再有资格去命令我 这不是为了相遇某人 也不是为了践踏某人 而是为了生存 他只想为自由而变得强大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想 地下城终于完成了呢 柳一涵 听到艾达的话后 柳一涵把一石拉了回来 并抬起头来 毁灭陷阱被放置的半山腰处 再数是一千还是两千多个怪物涌入之后 陷阱中的魔力和怪物的魔力 似乎发生冲突 并且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魔力掩盖他们 他完成了 我们成功了 一切都如神所愿 其他陷阱也顺利吸引怪物并成为地下城 他完美地成功了 天使们都表达了他们的喜悦 一些人还对柳一涵微微一笑 但有些人却忽略了他 他们如此个人主义 令人感觉很好 以地球的大小 我们还需要再制作约二十七个 等到最后一个毁灭陷阱被启动后 我们会给予你奖励 那我现在就把他们做出来 你并不需要 我们至少要两天后 才会制造第二个毁灭陷阱 柳一涵疑惑着 你们不是很急吗 的确 但我们没有足够的魔力 确实如此 他们确实在附魔的过程中 灌注了大量的魔力 柳一涵也并不是要他们尽快 只是 在那里的天使 应该不只有你们吧 对啊 就像丽塔 是啊 难道他们 不能更换成员吗 他只是想尽快完成任务 并不是他想要看到丽塔 一点也不想 但事实上 他真的很想献他 但柳一涵训练有素的扑克脸病 没有露出任何涟漪 并非所有的天使 都是如此的自由 这些天使 有与地球上的地下城相关的工作 其他天使在其他世界中也有工作 所以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等到我们的魔力恢复 才能继续 你们的工作环境 也很艰难呢 嗯 丽塔尤其有很多工作 因为她辛苦的 为你安排了很多东西 好一段时间 她将无法 被派遣地球上 理所当然的 她的扑克脸在对艾达完全无效 艾达那顽皮的微笑 彷彿她知道一切 让她很想要打她 在柳一涵耸了耸肩后 她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看着安置在地球上的破坏陷阱 变成地下城后 叹了口气 回去吧 我要先把雏形做出来 你真的除了工作外 什么都不想做啊 那天晚上 在韩国首都首尔发生的怪物大规模迁移之后 整个世界都变得喧道起来 大量怪物聚集在一座小山上 凭空消失的场景被摄像机捕获 并通过新闻播出 遗留下的 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地下城 地球上所有到过异世界的人 都对此十分熟悉 以第一个出现的地下城为中心 他们观察到地下城开始出现在整个韩国 海对岸的日本 以及中国的部分地区 看了这些之后 有些人为此感到高兴 这证明地球正在开始稳定下来 但有些人抱怨说 为时末安定化 只发生在一个亚洲国家 说这没有多大用处 没有从异世界接到任务的许多人 又或者在完成一两任务后回来的人 都在网络上 发出各种默奕的消息 专家警告说 即使动物还没有成为怪物 它们也可能变成怪物 与此同时 在政府监督下 利用异世界的资料库 去挑选出 不会成为怪物的牲畜的工作 正在取得进展 同时 我们也发现 将异世界的牲畜 作为任务奖励 带回地球是可能的 我们期望 不会再有任何严重的冲击 在未来发生 柳一涵关掉了电视 他的母亲和父亲 还没有回来 他并不是不担心他们两个 而是他安慰自己 他们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很好的应对 因为他们没有好战倾向 并且最重要的是在社交方面 拥有丰富的经验 他站起来前往他的工作室 我是不是该在明天前做五个左右 不 柳一涵 嗯 虽然这不能称为奖励 但作为做出超乎我想象的奖励 有一件我想为你做事 如果你接受的话 那么你就没那么多时间制作陷阱了 你要给我一些哈尔卡尼姆 哈尔卡尼姆 一种金属 吗 当你睡着时 再去做那些梦吧 艾达的奖励 是工作室中 正在进行加工中的皮革 当所有来自熊 冰原狼和其他狼的皮革 都在一只手挥动的 瞬间完全干燥 并用消毒时 柳一涵的下巴掉了下来 而且他似乎还变得更加坚固和耐久 完美 不 我觉得质量还变得更好了 怎么样 你现在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了 对吧 正如艾达所说的那样 他现在反而没有时间花在那些无法启动的毁灭陷阱上 因为现在 他有这么多的材料等着让他去加工制造 他立即开始制作起了皮质盔甲 首先 他用薄的冰原狼皮革制作了一件内衣 并用几块磨石强化它 对创造了毁灭陷阱的柳一涵来说 尽管事实上是由天使领导他的 但他附魔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 即使是闭着眼也能够完成的程度 特别是当柳一涵使用磨石添加了透气效果之后 艾达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精通 我不是说过吗 所谓工作就是寻找诀窍的过程 他还使用冰原狼的皮革制作靴子和手套 他还为这些添加了透气效果 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攻击效果 于是他使用狼的牙齿再次进行加工 他在靴子的末端和手套的指甲上部分装上这些锐利的牙齿 冰原狼皮手套 阶级稀有 防御力600 攻击力700 冰原狼皮靴 阶级稀有 防御力550 攻击力750 在那之后 他制作了一件棕熊皮质的皮甲 他将特殊材料放入沸腾的油中 并多次煮沸皮革再次强化 原先已经很坚固防御力 当他创造出一件适合他的盔甲时 一天已经过去了 然而 对于拥有非人之力的柳一涵来说 这种隔夜的劳动 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他时刻提醒他自己 正在制作用以保护他的身体盔甲 也因此他表现出极度的专注 最后 当太阳升起时 他创造了一个 继他的钢毛之后 可以拿来自夸的最秀的皮甲 硬熊皮甲 阶级特制 防御力2100 耐久力850850 有顶尖级别的大师 使用二阶怪物棕色大熊的皮制成的皮甲 他是该阶段最强等级的 他将能够承受一次高等怪物的攻击 当然 柳一涵并没有止步于此 他将棕色大熊和冰原狼的锐牙 和削尖的骨头放在一处 然后 他用他所有的磨石来进行附魔 他正在瞄准一件事 就像他的皮手套和皮靴一样 他想要他的皮甲 在他需要时 能从皮甲的各种地方 刺出尖锐的骨头 他的最终完成的皮甲 就像一只刺猬一样 而且 是仅需一根刺 就能送老虎入坟超强的那种 附魔已提升为八级 隐秘 尖锐中级英雄皮甲 已经完成 艾达 从头到尾都看了整个皮甲创作的过程 他在看到结果后 一整个傻眼了 他怎么能这么始终如一地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柳一涵 为什么你总是喜欢让刀片从各种地方冒出来呢 这是因为这是男人的浪漫 在柳一涵的回答中 没有一丝尴尬 他自信而冷静地回话 以至于艾达 以至于艾达瞬间想到 这个人是不是在说了些什么很酷的东西吗 隐秘尖锐中级英雄皮甲 阶级特质 防御力 2200 攻击力 750 耐久力 900斜杠900 顶尖级别的大师 使用二阶怪物棕色大雄的皮 制成皮甲后 在进行特殊处理 做成的一种超级武器 完成的皮甲 确实非常完美 这件皮甲 不仅作为一件防具忠实的运作者 而且还具有针对柳一涵的攻击方式优化过 他可以用他的全身来进行作战 在这之上 还有一个α和β附加像来增强他 就算有人看到他 他们也可以很清楚 他是有经过附魔的 有附加像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实际上远不如此 再将剩余的骨头膜间 做成几把解体用的骨刀 并且用冰原狼的头骨 制作了一个面具 来取代原先的钢铁侠面具后 他感觉他就像刚刚完成了一堆的家务般 十分清爽 熊骨刀 阶级 稀有 攻击力500 耐久力450450 冰原狼头骨面具 阶级 稀有 防御力600 耐久力600600 游狼的头骨制成的面具 曾经含有大量魔力 具有意想不到的高防御力 他打算持续使用这些 直到他获得了更强大的怪物骨骼 或新的金属 他将会持续地使用这些装备 而且 使用的时间 可能还会比他想象的长 在柳依涵 穿上皮革内衣 盔甲 靴子和手套后 他将骨刀插入皮带中 当看镜中卓装备着他为自己量身定做的狼骨面罩后的自己时 他认为自己看起来还蛮帅气的 一如往常 当我隐藏自己的脸时 我看起来真的很好 去他星号的 看起来怎么样 这还真令人震惊 我不知道 你对这个面具做了什么 但你的存在 变得更弱了 我没有对面具做任何事情 对艾达而言 即使他知道事实的真相 他也一定会这样说 当柳依涵尝试去报复他时 他发现到外面开始变得吵闹 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 成百上千的子弹声 尖叫声和呼喊 令人怀疑 是否全世界在同一时间 播送了全部动作片的声音 这些是什么声音 这有可能是军方 在跟怪物对抗 并不是所有的怪物 都会受到地下城的诱惑 在两人谈话后 一声警报响起 那种只有在豪雨 或河水泛滥时 才会听到的警报音 传进了他的耳里 中路区的先生 女士们 如果你 仍然在建筑物内 请撤离到异事件 这里 有被大型二阶怪物 袭击的危险 中复 之后 一个大型二阶怪物 出现的警报 不断中复 正当艾达 因为二阶怪物病 没有被困在地下城的事实 而捂着脸时 柳一涵在叹息后 喃喃道 希望他会比巨大棕熊还弱 你害怕战斗吗 自从我见到你之后 至今对你的了解 对付区区一个二阶怪物 不 柳一涵的肩膀垂下来 如果他比那只熊还强的话 那魔我就需要剥去下他的皮 并制作一件新的盔甲了 这里 有的是一位不畏战斗的大师 那是一位不畏戏的大师 准备